各位好 我们继续探讨你所不知道的西语言里面的物件导向程式设计篇 那我们在这第二个部分呢 想来跟探讨若干个范例 而且这些范例基本上都是在Github或者说类似的这些开放原始码的出生空间 你可以找得到的案例 那这些案例的重点就在说它其实有很多还是有持续在维护 或者说它用不同的面貌去影响到你我所知的这些资讯系统 那我们在指标篇里面呢 有提到一个小专案它叫做OLTK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OLTK呢 它有一个小故事 就是最早它是一个专案叫做OpenMoco OpenMoco这个不太好解释它不只是一个开放原始码专案它其实也是背后也是一家公司 然后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早的开放原始码的手机 注意到不是Android 是在2006年底在德国有一群开发者他们其实就在做这件事 那正式发布的是在2007年 那这个专案基本上就是在大众电脑的协助之下建构一个从硬体到软体全面都开运的一个专案 那所以那事实上它的这个影响啊 其实是就是我说的开放原始码影响啊 其实是很深远的 今天我看到的Android 很大的比例是跟OpenMoco这些精神是契合的 然后我在2007年的时候加入OpenMoco成为工程团队的主管 然后就跟就跟来自德国还有好多个地方的开发者 也是台湾本地的工程师进行的合作 然后当时有遇到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就是我们需要做量产 就是要做这样的装置出来 那因为它不是只是一个软体啊 那其实它做一个硬体出来 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遇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工厂测试 然后当时的这个我们在工厂上遇到很大的困扰 因为原本工厂生产线不是为了开发手机而用的 手机只是在整个工厂生产线其中一个非常小的环节 所以变成说这些手机啊 因为OpenMoco在2007年预购的时候非常非常顺利 就是比预期的数量多了很多 我没有跟你讲多大的数字 反正就是说当时没有想到说这个预购的数量这么成功啊 所以导致说当时工厂有很大的困扰 就是突然那个订单突然跑得很多 但是工厂基本上还在生产像是电视啦 或者是一些家电这种产品 那所以突然你要生产这个 像这个智慧型手机啊 其实很大的困扰 那所以我跟我的同事 我们就为了这件事做了很多调整 然后当时我们做一个小工具叫OrtK 那这个OrtK呢它是一个小的 就是这个小程式在做什么事情啊 就是说你像你在手机上 你就是一只一只手机上 那在手机上呢 它如果是它触碰的话 它就我们就设计这样的一个界面 让你去在工厂量产的时候可以去点压 那你就可以去看它特别项目 然后因为我们当时有个要求就是我们分两个阶段去安装系统 所以第一个阶段就是说 你就想说我今天这些PCB吧 就是那些整个硬体板 那硬体板机构还没有上来 就是外壳还没有加进来的时候呢 那些PCB 那我们要先对它做验证 所以你就想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小的系统 它大概就是3MB 就把Linx Kernel跟User Space的测试工具 那是3MB 然后把这个就上电之后呢 这个3MB的这个Linux还有加 我们改过的测试程式 它就启动了 启动完之后呢 就开始做很多测试 那测试完之后呢 它就会通过USB 通过USB或者通过网路 去把这些测试资料 回报给这个测试机台 然后接着可以到第二阶段 就是烧录程式码 那烧录程式码有可能是手机的软体 或是以OpenMocal的这个软体堆叠为基础的一些应用 像我们当时有一个很有趣的应用就是做GPS Navigator 后来那家公司叫Dash 后来被收购了 反正总之就是说 这个机器很有趣就是说 我们用非常小系统 然后用测试完硬体之后呢 再重新把比较复杂的Linux 包含说刚才讲的图资 那图资的话就是很大 就是它这种地图的资讯 大概都是 就是 我忘记它确切数字 这应该不是GMI 但是我已经忘记 确切地图的那个资料 反正它的资料是 烧录 大概要烧录三个小时才会烧录完 所以非常庞大的一个资料 好 那总之就是说 这过程中我们就开发 这个一个小程式 这个小程式就是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用意 就是说 它可以 不仅可以支援触碰萤幕 而且也可以在 Linux的桌面可以运作 然后我们把 当时我们把这个原始程式 把它释出 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 称为叫OLTK 那为什么叫OLTK呢 就是因为它的开发 叫OLV 那我们就取个名字叫OLTK 好 然后 这个东西为什么值得探讨呢 就不是因为我参与了 更重要的是因为说 它的程式法非常精简 然后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画面中 就是说 它有下拉选单 还有触碰萤幕 然后它是一个 有阶层式的 那种很经典的这种 人机界面的设计 那最重要是程式法 非常的短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说 在它的header file设计 就是你主要看这两个地方就好 一个是点H档 一个是点C档 那这两个部分 挺有意思的 我们来看一下 点C的话呢 顾名思义就是说 它是实作的地方 那实作的地方呢 其实我们 有资源说像 在Xvindos上 也就是说 在Linux上的桌面Linux 就可以测试 那除了这以外呢 也可以在 分buffer 就是 如果你不是很清楚的 这东西 我稍微解释一下 分buffer是Linux的 Linux的一个抽象 就是说 你可能有看过Linux的开机画面 比方说长这样 然后这样的画面呢 你可以看到左上角一只小气额 对吧 那再来是有很多字 有各种各样的彩色文字 然后 但是 这样的画面 到底是显示在 就是 比较低端的硬体呢 还是显示在 比较高端 而且搭配有GPU的硬体 其实 在Linux核心的做法是 它把这个东西抽象 反正从来到来呢 你只要想说软体呢 就对 某一个装置 做写入的动作 那写入什么呢 写入一些资料 那这个资料 刚好就比方说 可以构成这个器额 所以它就一个皮手 接着一个皮手 你可以再稍微这样子思考 好 那写完这个皮手呢 它就可能会对应到 有GPU的装置 或者是没有GPU 那有可能是比较小的装置 有可能比较大的装置 好 那总之不管Linux呢 就提供一个抽象 把这个东西 搜索就很容易 就是去写资料就可以 它从来到只要管说 我的解析度 所以我的宽 高是多少 那我要在 XY是什么 然后再来是 每一个皮手呢 占多少空间 所以我只要把这种资讯描述好 我就可以说装置的写入 好 那同样的 我们在我们的Oltk 其实也支援这样 就是说 这两个字 我们刚才支援说Xwindow 所以它在 你的桌面Linux上 可以测试可以开发 那另外是在Frame Buffer 所以就是说 在什么呢 在最小的Linux的主态 基本上就可以运作 它不用依赖其他的 这个什么像Qt啦 Qt 或者GtK这样的一个开发工具 我就会单独运作 那为什么要 我们要从头开始开发新的一个工具呢 有个很重要的事情 还记得跟我刚才讲呢 我们想要让 这个手机开始的时候呢 就用一个非常小的Linux 然后搭配上面的测试程式 所以这上面呢 Linux帮你测试程式 它必须压缩在3MB 3MB什么概念呢 就是烧路程式到 就是从上电到 透过Bloader去烧路程式 那这样的话 时间可以压到 压到5秒内 那这个这件事很重要 所以让我们这个 很快就可以去测试 大家都知道 生产线来讲的话 它是有点像挤压膏嘛 就是说 你要做产人的最佳话剧吗 就是要去找出 最耗费时间的地方 那么刚刚有提到 烧路图资呢 是一个很耗费时间的环节 所以我们必须要切割 好几个部分 那中间我们也发现说 在测试硬体啦 还有说一些测试流程 有些东西可能反复去测试 然后在当时我们没有 自动化的工具 所以注意到 我们那时候其实还蛮 对我来讲还蛮 蛮有趣的经验 就是说 我是写软帖的 但是我突然有一段时间 我跑去生产线 去管理生产线 然后跟这些产线的女工 那是县长 县长是那个生产线的县 那跟这个县长沟通 怎么去提升产能 然后还要拜托这些 生产线的女工 跟我一起生产手机 蛮有趣的经验 那总之呢 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的设计呢 其实一开始就考虑到 多样的硬体装置 但是又希望上面的软体 可以共用 那我们就希望说 在Linux这样的桌面 开发完之后呢 重新编译完就可以这样 就可以用在我的手机装置 当然不仅仅是手机啦 可能像刚才讲的 GPS Navigator 这样的装置 好 那所以注意到 我们的动机很重要 我们去学习这个 城市开发 千万不要忘记你的初衷 就是解决问题 而且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要去想 我解决问题上什么手法 我可以选择 只解决目前问题 我也可以选择说 我解决我目前问题 解决我同事的问题 甚至我解决明天的问题 当然更厉害的是 解决后天的问题 然后回到这个状况来讲话呢 我们开始有声明一件事 我希望城市开发可以简单 然后可以跨越不同硬体装置 那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在ootk.h 我们用个技巧 这个技巧是什么呢 这是 叫做前置的宣告 那前置的宣告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就很有趣 就说你看我这个struck ootk 所以它本质上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incomplete type 所以事实上呢 你不可以透过ootk 去建立一个instance 因为我们在 系元里面都能知道 什么是物件 在执行时期占有空间的 的资料呢 我都叫物件 那这个ootk呢 我们只有宣告 我们不清楚它确确的大小 所以注意到 这个ootk本质 在.h这边 我是不可能 依据这边的这个宣告 去什么 去 只靠这个宣告 去建立一个物件出来 这是不行的 那同理呢 ootk button 也是这样东西 它也是全字的宣告 然后注意到 我们这边有ootk 跟ootk button 那接着是什么呢 接着就是说 我们会有一些动作 那这边介绍一下这个CB 这个CB呢 就是叫做callback 你会在很多 C原的城市会看到什么 会看到这个 我们会把callback 缩写成叫做CB 我们来想一下这个callback的 那个含义在哪里 好我们看一下这 画面中这张图 就是原本呢 你在城市开发的过程中呢 你会做一件事 就是有function code 所以比方说 假设这个东西是标准的韩式库 那我今天呼叫一个韩式 比方说printf 这个东西叫什么 function code 那这个对岸叫做调用 就是台湾叫做韩式呼叫 好 然后这个是很经典的例子 然后你基本上呼叫完结束的时候就表明有个return 然后就回到原本程式 执行的地方 可是呢 有一种模式挺有趣的 我们就想 有一种模式我们称为叫callback 因为callback本质上呢 它跟这个开成 你所呼叫的城市 就是说你原本执行的城市呢 它不是直接呼叫的 它是间接呼叫的 那我们称为这种东西 间接呼叫的叫做callback 然后我们来想一下 这样callback像什么呢 我们想个例子 比方说 其实这种callback的例子挺多的 比方说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在西元的韩式库里面 有个东西叫做cuesort 注意到 cuesort是一个名字 实际上你的实作可以用 就是这是一个名字 事实上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提出 你甚至可以用bubble sort来实作cuesort 所以事实上注意到 在这个main page 从来到这边讲什么 它是sort function 它甚至没有跟你说什么 没有跟你说一定要用什么样的演算法 去实作这东西 然后呢这个cuesort注意到 里面呢最后一个东西 这边有一个看起来很恐怖东西 但实际上是什么 它是一个function pointer 注意到这个function pointer在做什么事情 在做compare 对吧 然后 所以你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cuesort在哪里 在这里 那我们compare那个function 还记得刚刚哪一个东西啊 compare那个function compare function 就是最后一个最后的参数 它是用function pointer的形式带进去的 好 那好玩意料是什么呢 这compare function实际上执行的时候呢 不是原本这个开发者能够控制的 由这个所谓的library function控制的 所以比方说你在cuesort实作来讲的话 很可能是遇到什么呢 就是比方说 我先把资料的总量找出来 确保说这个资料都是合法的 然后呢干嘛呢 我要开始要先做比较 所以比较的时候 呼叫compare function 那如果说已经有东西 已经重复比较过 我就不再呼叫了 所以你会发现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说比方说你呼叫cuesort 你甚至连compare compare这个你所指定的compare function 到底执行多少事情都不能确定 那我们称为这样的一个技巧 注意到这个是技巧 这个技巧我们称为叫callback function 也就是说它不是由这个 城市的开发者直接呼叫的 它是由library function 或是由特定的framework 就是间接去呼叫 我们称为叫callback 然后呢 所以以这个例子来讲 我们也做这件事 我们做什么事情呢 你大概从名字猜得出来 就是说它是建立一个按钮 像这样的一个按钮 那建立按钮的时候呢 注意看这个东西 我呢 我建立按钮的时候呢 我就是去 去做一个规划 就是说我 被按到的时候呢 我要做什么动作 然后同理就是说 如果呢 我有个什么 我要重新绘制 比方说重新绘制画面 你想一个例子 今天按这个PNU的时候呢 原本它的画面是这个左边有个PNU 右边有一个框框 然后这个东西没有弹出来 那我先按一次的话 这个东西就弹出来 那同理呢 当我再点回去 比方说点到我这滑鼠所在的地方的时候呢 这个下拉选单就不见了 所以事实上呢 这样的东西会涉及到一个东西叫重新绘制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们这边的callback就是有什么 被压到 被点击到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就是需要重绘的时候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好玩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定义什么 我们就有一个对应的这个callback function 好 然后同理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种 就是我家新增按钮 新的按钮很基本的事情 比方说原本有PNU的按钮 然后我们后面底下再新增好几个按钮 那注意到这个按钮呢 是有什么 它也会有这个位置的 还是它的这个 它的宽高 就是指定我这个按钮 它的宽高 好 然后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们有强调一件事 我们希望整件事变得很简单 所以事实上呢 我们这个一千行的这个程式怎么撰体出来 帮助解一千行怎么撰体出来 就是我们想办法去控制这个单纯性 可是下个问题 你要怎么确保说 这样的操作逻辑 或者是画面的展现 在桌面的linux可以跑 在手机上也可以跑 所以这个事实上呢 就涉及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叫什么 叫做抽象 所以刚刚说我们今天在探讨这个 层次设计 基本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就是 抽象 而且这抽象呢 是跟什么 你所解决的问题有关 好 当然不是只有写层次有这样的事情 当然说你写文章 其实有这样的事情 就比方说你会有 像一些写文章有些技巧 有些比喻 像这个 在中学课本 我们都学过 负比心 对不对 就是说 你怎么 比如说你知道那个古代诗人这样吗 看到这个景物对不对 就促进商情 什么少小离家老大回 对不对 其实也不是讲说 他真是想讲的 也不是说小时候离家 什么老的时候还回来 他其实实在讲什么 家乡改变很多 而且他作为一个什么 作为一个油脂 他的心机变化 但他其实只是讲 就是乍看上字面的意思跟他的心机可能有些差异 好 那总之写程式也会有类似的状况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重要技巧 就是我们希望这样 他这个东西是能够在不同的硬体装置可以运作 所以注意到我们在 OLTK.C的地方 注意到这个structure里面就很重要 很关键的 我这边只用前置讯告 我不让开发者 使用这个OLTK的使用者 不让他直接去建立这个物件 因为我希望这个东西封装起来 如果这个物件内容被改变 这个可能怎样 显示的状况可能不同了 或者到时候有可能 有我们前后事情会发生 但是在实作的地方我们怎么做呢 那我们的OLTK实际上就要宣告 不是宣告 就是要定义非常多的所谓的member data 所以你看到这边有很多成员 这边GR是什么的缩写 是graphics的缩写 然后就是说底层的这个 底层的这个 这样是X-Mintual 或者Linux的FM-Buff也好 不同的这个使作 然后再来是什么 这个button本身也是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一些很复杂问题 就是说你要怎么把button画出来 那这button有可能不同的底色 然后前景有不同的颜色 然后前景有不同的颜色 之后持续中间我要把它 就是需要描述 所以你真的在做这个过程中 你可能会写很多 而且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重点是 这个过程中 随着每次的改版 这内容当然会怎么样 会一直新增 对吧 然后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好玩的地方是因为我们对外的界面 基本上像这个 这个扣背方形 或者是这种方形的 这些per-ameter 这边有 1 2 3 4 5 这边有5个per-ameter 然后它有一个回传值 那这个东西呢 基本上 你想想看吧 你该本来是为什么 通常最常见的就是 修bug 以手机来讲的话呢 大约有60% 注意到 这是以Feature Phone的时候 Feature Phone来讲的话 有60%的bug 是来自人机界面 所谓的MMI 好 然后呢 当然我们这个OrtK也 也不例外 有可能很多的问题 都是这种 这种人机界面的 所以我们事实上 我们去修的是什么 是它的那个bug 好 那么修bug的时候呢 免不了 就要去对什么 对里面的成员做调整 好 但是有意思的地方是 因为我们揭露的东西 永远都这样 只有这几个 假设这些都不会动的话呢 那我实作一直改 其实没关系 好 那这样的最大的好处就是 我就可以确保这种 二二进位的相容 大家知道一件事 二二进位的相容 其实它非常重要 它不是那么单纯的事情 为什么二进位的相容很重要呢 因为你要想一件事 我今天开发的东西 是一个工具 那个工具的最重要呢 有可能这样 有可能Source Code 是没有发布出来的 所以它可能是一个 Binary形式 一个Library 一个.a檔 或是.dlo 或是.lib的形式存在 也就是说 你不会存 一般的这个 使用者它不会存取到原始程式 嘛 然后呢 但是呢 因为我刚才讲过 这些东西可能会改版 对吧 会show bug 所以导致这个 内容里面的结构会一直改 好 但是因为这些始作系统 都被隐藏 所以对使用者来讲 它使用者来只要换掉 新的还是库 然后它只要重新连结 甚至如果说它是动态连结的 甚至连重新连结都不用 因为执行时期会做 所以这样的好处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可以持续的去改版 我可以放心的去改版 然后呢 但是呢我又可以缺乏什么 缺乏说上面程式 因为只要界面没有更动 那换成新的 很可能只会更好 然后我 我还是可以持续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什么呢 就跟这件事跟前面讲的有关 第二个就是说 我甚至呢可以去规划说 不同的事 不同的就是同样的程式 然后搭配什么 不同 因为它的二进位都相同嘛 所以比方说呢 我可能有 比方说 像是 刚刚讲到这个什么 透过 GPU 或是透过其他的方式去显示的 所以你可以发生说 我有硬体加速的表格 跟没有硬体加速的版本 那你甚至怎样 都可以只要抽换 DL 或是在Linux上 叫做 叫做ShareObject 就是说.so 这些档案 我只要去抽换掉 那我就 可以从原本 普通功能 进击到 GPU加速 所以这是一个 Binary compatibility 的一个很好的地方 所以说你可以去怎样 可以在 执行时期去更换这个功能 所以注意到呢 这个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维 然后 接着我们来继续探讨 它的里面的细节 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怎么做 那 当然你可以把这个程式码抓下来 这个程式码虽然已经有十年 整整十年没有人改过了 毕竟 你懂啊 这个是一个过程 好 但是这个 尽管过了十年都没有改变 但是 还有些设计还是很值得去看 好 那就像刚才提到的 我们希望呢 它可以同时支援能够在手机上 这个叫什么 frame buffer 那它的缩写叫fbdv 或者是叫fb 然后另外一个是xwindow 那因为它的通讯协定的版本叫做x11 那这东西已经 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改过了 我们称为叫x11 所以这个 我们可以叫它缩写叫x 也可以缩写叫x11 好 那总之呢 就是说我会有不同的这个 显示后端 所以这也叫后端 这个 我在台湾常常会遇到很有趣的事情 对不对 我在招募后端工程师 其实某个角度想 这也是我的作品 对不对 我也叫后端工程师 对不对 这叫什么 graphics backend 不过这是玩笑话 那这位graphics backend就是什么呢 我们写来有什么 有frame buffer device 有xwindow 所以我就在 之前的时候 我就描述 描述个什么 name 表示我是哪一个是做 那因为我的 装置比较单纯 就是以我们情境来讲 我只能够打开 特定的装置就可以 所以我这边来讲话 有一个是吧 有一个open 然后注意到呢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function pointer 然后呢 我们在之前的指标片 也有提到这件事 最后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好几个parameter 有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所以它有四个parameter 然后接着我们再去干 那这边呢 有没有注意到这边有个extend extend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个grs11 backend也好啦 或者这个grfb backend也好 这两个backend呢 很可能都这样 是实作在不同的点 不同的点c檔 那它至于实作在哪一个点c檔 其实我们不用管 甚至它有可能实作在别的 动态连结函式库里面 都有可能 那总之呢 对我们来讲 这个backend到底怎么实作 其实我们不太管 为什么这么讲呢 这当然简单 要注意看这个 我从哪里去描述了 backend里面要包含哪些成员 有名称啊 还有提供个什么 一个function pointer 这个function pointer指向了 真正能够打开特定的显示装置的这个 的函式 对吧 然后呢 所以即便呢 我没有看到具体的实作 但是没关系 我们只要知道怎样 只要呼叫open就可以 同理我只要呼叫name就好 我不用管 我在编译时期 我甚至不需要知道这些内容 所以你可以想说 设定界面的人 跟实作这些 不同的显示装置的人 可以完全是两批不同的人 但是这两批不同的人 又可以合作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 好 那么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gr gr的实作界面 然后再看gr.c 基本上是gr.c 就是真正的实作的 好 那注意看到 我这个先列举 列举什么 目前资源的backend 所以比方说sdmbackend 跟fbbackend 对不对 我就实作出来 好 这边有一个小提示 你有没有看到 后面有个小逗点 注意到呢 在c语言的规范里面 它是允许 在c99里面 它是允许的 允许说 后面有个逗点 然后更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在这边写逗点 其实是我鼓励的 虽然依据 这一行的这个叙述来讲的话 你发现什么 这个backend 它的 它一定是两个单位 第一个单位是这个 第二个单位是这个 那为什么后面还加一个逗点呢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 因为你在开发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这样 你可不可以再加其他backend 比方说你加第三个 第四个 然后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指派的时候 很可能是这样 就这整个内容 是像这个内容 很可能透过是什么 透过macro来的 也就是说 你可能透过具体 去展开带入这个内容 所以如果说 7亿元的编译器 允许这个逗点的时候 这样就很简单 你就不用去判断 它是不是最后一个 反过来说 如果 你的编译器 是不支援最后加一个逗点的话 你在做具体展开的时候 就很痛苦了 对不对 比方说这个什么 这个东西是具体1 这个东西是具体2 你还去判断 后面要不要加逗点 所以这个东西就很艰辛了 好 总之这个东西的存在 只是让你在扩充上 变得更容易 然后我们这边先去计算 然后我们现在有效的 这个bankend有几个 所以比方说这样算起来 这样计算之后呢 就有两个 然后呢 好玩的地方在这里 好 所以你看到 到目前为止呢 你甚至不晓得 X11跟FB里面的open 是怎么实做的 好 但是 因为我们一开始 就宣告这个有什么 就是去指定了这个open 所以好玩的事情发生了 我这个open的时候呢 所以事实上 我就把这个参数 带入到什么 带入到我们最终的这个 比方说你是用 X11的装置的 或是FB的装置 好 那就会分别带入进去 然后 当然以这边来讲的话呢 他如果查到 查到这个失败的话 我就放弃 所以比方说我们这个顺序是 先查X11 如果X11没有的话呢 我就 调到FB 那当然如果连FB都失败了 FB都失败的话 那当然就是 最后怎样 这个东西就是 还是保持一个什么 一个narod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说 在这样的术语 注意到我们这边有个术语 就称为这样的 称为这个东西叫 graphics backend 那你也可以说 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呢 叫做 provider 好 那当然这两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在桌面linux上 一个在你的手机上 显然这样 就是完全不同的 然后 但是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我有一致的界面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呢 就是 比方说你看 就是 这个 后段是FB也好 或是SDM也好 其实都没关系 为什么呢 这两个东西呢 其实你看 这边都包含什么 都包含一个 成员叫GR 它用structure 这个去建立一个GR 所以这个GR呢 注意到 我既然呢 它是GR的话呢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 一定有 一定有 open 跟什么 跟name 这两个什么 这两个成员 所以注意到 好 那所以我今天 实作的东西再多 其实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我其实就会有 包含这个成员 所以呢 以 物件导向的数理来讲的话呢 其实这个件事 注意到 光是这样写的话 其实就做到继承了 为什么 虽然你有新的物件 新的结构体呢 叫做GRFB 但是呢 因为我这个成员里面 其实还包含什么 你叫open 包含你的name 好 所以其实我 我继承的这个 这原有这些属性 好 然后呢 当然 对这个 熟悉西家语法的朋友 就会觉得很奇怪 这个西家的继承 不是这样子吧 对不对 那或是像Java的话 就要是什么 extend 就会像西纹这样写一行 就过了 所以注意到 我们充足到尾 我们之所以 强调物件导向 我们在一边是开发的思维 解决问题的手段 而不是语法 其实语法太多了 就像我之前有跟大家提过 我们为什么要 在没有语法资源前提下 去做物件导量开发 其实很大比例是来解决什么 原有的程式 原有的程式它可能没有个包装 但是像你原本处理frame buffer也好 处理这个什么 X window的东西也好 它没有包装 但是我把它封装起来 像这样一个封装 所以我就可以在最小程度的修改 把界面跟始组起来 但是你又不用换程式语言 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 我们都知道一件事就是说 西语言呢 在这将近50年的发展 明年的时候 2019年的时候 UNIS就发展怎样 满50年了 那西语言呢 晚一点 大概也是40年 40年 快50年 所以这个将近50年 其实整个西语言的世界累积了非常多资产 所以我们可以完完全怎样 用了这些技巧 就是物件导弹的技巧 或者说在你所不知道的西语言里面 我们有一个篇叫做技巧篇 那我们总是用这样的技巧跟设计的思维 我们把原有的丰富的成果 然后透过一定的包装 透过一定的描述 让人们更容易扩充 这才是我们在意的事情 否则即便是像西加加 即便是像Java 这样的一个物件导弹程式员 你没有刚才讲的一些思维 你中秋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个spaghettico 就是所谓的意大利面一样 糊在一团 这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好 然后呢 再来什么呢 再来是我们在实际上继续看下去 就说 所以好玩就像什么呢 不过不玩实作怎么变动 我提个大部分的程式码 只要干嘛 只要把这个按钮啦 文字方块啦 这些这种东西呢 他只要把它能够画出来就好 所以我们其实上有把这个东西抽离了两个层面 所以就是去思考一件事 我底层的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frame buff 上层是这些逻辑 注意到这样东西呢 在很多环节都出现 我们讲Qt好了 Qt的正式念法 其实你要念成Q 注意到你其实这才是正确的 然后呢 在这个Qt里面有个东西叫做 叫做QPA 这个QPA很有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诗文 虽然Qt是用C加写的 但是这不影响到我们理解 好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你可以看到说 在这个Qt 其实它也有这个什么 它也有这种在桌面环境的版本 那也有可能有这种像是什么 像是这个 跑在你的笔记型电脑上 甚至呢 你可以把它跑在一些迁路式的装置上 就这样 像在那个迁路式装置上 所以势必呢 Qt 它在支援这个不同的硬体上 你就要花很大的那个功夫 这也是这个Qt吸引的地方 去让你在画面中看到的 我在平板上 我在我的手机上 甚至包含说我的这个 我的Notebook 还有包含一些工业的仪器上 都可以执行同一套程式 这就是这个Qt很吸引的地方 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Qt Qt它里面怎么去规划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在你画面中可以看到 就是说 你看像这个画面中来讲的话 在Linux Kernel 其实它Linux Kernel 之所以这么复杂 它的程式嘛 为什么它已经超越2200万行 为什么会这么复杂 因为Linux它不是只是一个作业系统核心而已 它包含说各样驱动程式 所以像你画面中看到Elsa 跟什么声音有关 而且Elsa更正确的时候 它是一个Audio Framework 所以意味着什么 它底层还有各式各样的 不同音效装置 然后再来是什么 Linux Kernel 也支援各式各样的GPU的Driver 所以比方说这画面中看到 这个GPU的什么 GPU的Driver 然后呢 刚刚也有提到什么 它上面还有一个抽象层 叫做frame buffer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什么呢 在整个设计来讲话 我有各式各样的这个 各式各样的这个 上层的东西 比方说这个MESA MESA 如果你花点时间去找 你会发现说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开放原始码的一个 绘图引擎 不是绘图引擎 它应该是正确说 是一个open geo 的一个open geo以及相关规格的一个实作 所以它提供的这个框架 在这个框架事实上呢 你可以开发一些游戏引擎 3D 就是3D的游戏引擎 或者说像一些浏览器 透过这个MESA 再透过底层的硬件去加速 所以可以看到什么事情呢 当然说像Qt里面呢 它的QPA 叫做Qt Platform Observation 也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就是说 你在平常看到的这些 比方说那些画点 画线画圆的那些操作呢 是做在哪里呢 是做在这些所谓的 比较上层的地方 然后所以这个东西呢 是我们去描述 按钮要怎么画 然后文字方块要怎么做 然后那些视觉上 怎么呈现要旋转 之类的 然后再透过看看呢 QPA 或是像我们这一层来讲 是Graphic 这个Layer 那我这样的就很容易去 去T1层底层用的是 S Windows 或是Linus 或是其他像是GPU 好 那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GR呢 就有取达 这个GR呢 注意到这个GR 这个GR 这个GR呢 在实作里面呢 它就更细 注意到 这边是GR Backend 是描述整个 整个绘图装置本身 然后呢 但是我们需要一些更底层的描述 所以你看看更底层的去写很细 就是说每个Pixel呢 它占有多少 多少个byte 这个东西在Linus分8分 或是在GPU的情况下 是非常重要的 甚至是去指定这个Depth 注意到这个Depth是什么 这是讲Color Depth 就是说 比方说你可能有听过一个东西 叫ARGB888 对不对 8888 好 所以像这种东西 就是说 我们一个 就是我们在彩色里面 就是 其实有时候很麻烦 就是我们三原色叫 那个 红 绿 蓝 这是三原色对不对 但是你可能会加上α 表示透明度 所以如果说呢 这个东西 ARGB 如果各占一个byte 也就八个bit 去表示呢 那我们会加什么ARGB888 那当然呢 有时候呢 你可能会怎样 觉得说这东西占的空间太大了 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呢 比方说我用RGB R呢 红色用5个bit的表示 G用6个bit的表示 B用5个bit 去表示 所以这样加起来 5加6加5等于多少 就等于16 16意味着什么 刚好是两个by 所以你看 原本呢 它需要什么 4个by 那我把它转换成RGB565的时候呢 就需要怎样 就只需要原本的这个资料的一半 当然你要说 那这样会不会有资料折损 废话当然会有折损 对不对 显然透明不鲁件 显然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 RGB的秒数当然就变少 但画质就变得更差 但是空间会更少 好 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个框架的时候 在底层10 10座的时候要干嘛呢 我看到是Codex 对吧 然后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 我要 因为我要提供一些界面 这个界面呢 是给上层 上层的按钮啦 这些视觉元件去使用的 所以我比方说我还能够去设定颜色 要取得某个点 然后所在的颜色 好 那作为此类的这种东西呢 我们这样 我就去规范 底层一些 这个什么 这些底层的这个GR Graphics 做事情 所以你看我们再讲一次 在我们再讲话呢 我们会有个什么 会有个GR Backend 跟你讲说这个装置怎么打开 这个装置怎么打开之后呢 里面有个东西叫GR 这个GR就秒数里面有那么多的不同的 不同的这个属性 那么最酷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包含GR Backend 就是 就是我的GR Backend 我 到底怎么描述呢 这个东西呢 其实我也不用管 因为 implement来讲话 其实是怎样 从头到尾就只有 name 跟open 所以呢 意味着什么呢 这里面呢其实怎样 你还是有改的空间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说以这个城市开发者的那个观点来讲 就是我们今天要开发这个ootk 所以从来我们 我们 以这个使用ootk的人来讲 他根本就不用管 一个buntu做出来 他只要怎样呢 只要确定说我这个 我的Graphics Backend 选对 然后呢 甚至这个Graphics Backend 可以在这个自信时期 自己去指定 对吧 然后 再来是 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我们订阅这张界面之后呢 就可以去实做 所以比方说这是ootk.c 注意到这个ootk.c呢 是跟什么 跟最终的这个硬体呢 是通过的 所以比方说你看到 我一开始先问 问说我现在用哪一个GR 所以呢 我可能是什么 有可能是linux++8的这个GR 然后呢 接着我干嘛呢 我去设定 所以我去设定 比方说我去做RGB的转换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红 红色转换 G 然后这个什么B 反正我就做这个转换 然后把这个颜色设定下去 所以你看到这边来讲 注意到 这个东西很high 这个东西叫setCarlo 对不对 setCarlo来讲话呢 他基本上就搭配 我们之前前的物件导 讲这个物件导 上半部的地方 对不对 他其实他就是method 他这个function 但是我们在物件导向的术语 我们称呼叫method 所以你看 这个method呢 实际上他对应到哪里 是看什么 是看他指向哪一个平台 所以你看 这件事很好玩 回到这个例子来去思考 我们的oralTK 这个东西很丑 我就不给他看画面了 比如说 oralTK它是一个什么 它我们其实有两个层面 我们提供一组高阶的API 所以对这个人们来说 从来到来只要认高阶的API Button有用 然后第一阶的地方 包含说这个linux分buffin 换成S11来讲话 我不用管 第一阶的东西怎么做 我只要确认什么 确认我说 我上层的东西 Button有建立好 然后初始化完成 初始化完成 我完成的前提是什么 就是我去走访这些什么 不同的graphics backend 我把它走访完了 然后干嘛呢 我就得到一个合法的pointer 这个合法pointer指向哪里 各自的实作体 那当然整件事还可以做得更有趣 怎么做呢 就是比方说 我们在你所不知道的新语言 我们有个叫动态连结 动态连结篇 那在动态连结里面呢 我们就提到像DL open 或者打开这种所谓的DL 是怎么做出来的 所以你又可以把这整套东西 把它搭配动态连结 当你回去可以做练习 搭配动态连结 执行实期的时候 把实作程式码打开来 所以这时候呢 就可以做出一个什么 做出一个plugging 然后这个 这种plugging呢 有一个砖痕 很有意思 也兴趣可以追一下 叫Gestrimin 那这个Gestrimin呢 它就是 它就做非常重要事情 就是说它就站在什么 它就站在这个基地本 基地本是用西语言开发的这个什么 一个韩式库 它基地本里面呢 它有实作用东西叫G object G object 顾名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 一个物件导向的一个开发的框架 那所以呢 这个基地本呢 是整个韩式库的名字 那里面提供一个框架 叫G object 那Gestrimin又是建构在这个G object 那它做什么事情 它是一个多媒体的框架 所以我们去想想 什么叫多媒体的框架 有点像你的MediaPlay 对不对 你MediaPlay可以去怎样 可以打开MPEG 4 可以打开不同的codec 打开不同的影像内容 那如果说你遇到这个新的内容的时候 在你的本地端不支援的话怎么办呢 很容易 你可以怎么去下载个Profit 比如说有些codec呢 它是因为版权的关系 专利的关系 或是一些使用者条款的限制 它导致说你预设 预设安装里面是不能有这些codec 因为你可能会踩到人家的专利 但是呢你可以在什么 在使用者同意 以及服务条款的许可下 你可以去下载 在网上下载这个codec进来 所以你看 我们各式各样codec 它是不是有界面 就像刚才的石座界面一样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这样 就下载各式各样的codec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在这个GStreamer来讲 才有一大堆codec 可以让你去摘起来 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 所以注意到呢 这整个GStreamer 它是什么 它是主要呢 都是由这个C元去撰写 它可以在很多框架可以运作 Linus Android Windows 还有OS 基本上都可以运作 然后呢 这个我们刚才讲到一个东西很酷 Codec 所以你看 这个GStreamer 它就事先定义好一个界面 然后这个界面呢 跟我们刚才OVTK的设计 概念是很像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界面定出来之后 然后呢我就可以怎样 我就可以透过Deopen 把那些东西把Pripping摘起来 摘起来之后呢 透过刚才那个 一路一路接起来 把那个界面跟实作 形列起来 那就可以用 那这整个东西呢 它的核心呢是非常精简的 而且它里面用的是这个 G-Object的这个 就是整个G-Object 那它是G-Lib的一部分 它有一个Object Model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学习管道 然后这个专业呢 就是因为太多原因的啊 不要说你懂啊 你已经出来工作的朋友都很熟嘛 基本上你不当主管 就拿不到那个钱啊 所以你就知道当主管 当了主管就没有时间写程式啊 出谁这种问题啊 一大堆 好那总之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学习呢 最好有效的方法 就是从这种持续在演化 而且大量的使用的一个框架 那因为它当然使用 所以就接触到很多回馈 那自然它就会进化 所以这个学习G-SIMER 从Toros去学习这些固件导向 是很好的一个案例 好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好 那我们刚才探讨的是这个 OLTK的实作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 相关的一些案例 这一篇呢 在之前 我们就稍微有提过了 对吧 然后我们之前看的是 它的前半段 那我们接着来看它的 后半段部分 好 嗯 怕你忘记的话 帮你复习一下 它就是定义什么 一个人的一个 一些 动作 所以像是Display WriteToFile Delete 然后再次我们把它扩充成什么 ImporeE 那所以可以说 这个 我们 讲这个物件导向的 重点在什么 重点是在描述 那重点在说 你怎么从描述 然后对应到实体问题的解决 当然你会觉得语法上好像很麻烦 但是说真的 我们有很多技巧 可以让这个东西变得很简单 那怎么做呢 比方说你可以设计一个 我们在你所不知道西语言来讲 你所不知道西语言里面有一篇呢 是叫做 叫做前置处理器 所以你可以透过一些技巧 前置处理器的技巧 把这个看起来很冗长 繁复的语法 把它说得很简简 这是一个方式 但是像我们之前有提到这个Vala 你可以去开发一个什么 类似Vala这样一个程式语言 由一个比较高阶的程式语言 转换成一个西语言程式 那这样两个好处都有 你可以用高阶语法去写程式 然后你可以用底层的享受西语言的效能 基本上这个东西不是什么新款页 你们可以看到什么 当年搞Oak那群人 就是贝尔实验室那群人 他们基本上他除了开发西语言以外 他们自己还开发的东西叫Oak 跟Seed 所以说西语言呢 虽然是UNIS的母语 但是UNIS不是全部只用一种语言 相反的 他们该开发工具的时候会去开发 像Oak这样的工具 好 然后 所以这边呢注意到 这边复习一下 它其实对我们来讲 最大的启发是什么呢 最大的启发就是 其实它里面有很多思维 是我们去想的 那我们今天所谓的Inheritance 跟Polymorphism 它在尤其你看到的 台湾很多书 基本上都是 花很多类型在教你什么 什么叫分类 对 通常也是为考试比较方便 但是 关键是我们来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来讲分类一定是有帮助 但是如果说 你把分类当作死板板的一个什么 一个限制那就不好了 好 然后接着呢 我们来继续看下去 这边呢 这边呢 就是这边也蛮有意思啊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 它就是并讲什么 就是开发 就是 也是用类似的技巧 那这边呢 这边的程式法 就跟刚刚的那个 OVTK的东西比较像点 好 所以你看到这边有名字 有update 好 这个 所以你可以拿这个例子 来做参照 好 然后 你可以去看一下 它去怎么去使用 所以就是 这是一个 比较小的 比较小的一个 一个使用案例 好 然后这个 M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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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这个很有趣 就是 它其实在发展什么呢 它在发展一个 针对C元 然后发展一个 物件导向的程式设计的框架 然后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诉求 就是说它其实应该 应该可以在什么 在只要你的编译器 你的 你的执行环境 有支援C99 那绝大多数的像那个 GCC CLAN 这样的一个能够支援的 只要能够 支援CLAN 跟C的环境 绝大多数都是可以 符合这个需求的 好 然后 这个东西呢 也被好几个框架去采用 尤其像3D Engine 就是说 它希望怎样 希望有 有物件导向的这个 设计基础 有这样的框架去缩减 这个开发时间 但是又可以想到 底层 C的效能 这样可以注意到 像这样的专 其实是蛮多的 那你看了它真的 这个程式码呢 你会发现说 其实它可以 也可以用的这样 也可以用的很美 再看一下这个 它实际用起来 好 比方说 你可以刚刚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什么 就是比方说你就有些 必要的框架 好 所以你看它就开始有一个new 好 然后大家猜出来一定是透过什么 一些聚集做出来 对 好 好 然后你甚至可以什么 就可以动态呼叫某些程式 好 这个 就是那种 Metal Code这种 就是那种 对应到西加达 Witual function 这样的一个操作 好 然后 关键地方是什么 这是什么呢 就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好 然后 再来是 再来是这边有一本书 好 那这本书都写得非常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本书 好 那这本书的标题就叫做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with NCC 好 然后它的 檔案名称叫做 Ooc.pdf 好 要值得注意的地方是 你如果去搜寻Ooc 你会找到很多 好 很多 Ooc 好 这Ooc都跟物件导线有关 但是很多人的手法都有很大差异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标 看一下这个 索引 这个索引很重要 基本上它跟你讲的就是 我们要怎么去评估一个框架 评估一个工具 甚至一个方法 它是否 是否有效 很多时候是要看它的那个层面 所以可以光看到一个什么呢 光看它这边列出1到14 对吧 然后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它是一开始从这个ADT开始 就是一个抽象的资料形态开始 比方说 我们去定义我们一个list 在你所不知道的西元 我们有一篇叫做 就是一个讲link list的当案例 所以就探讨说 要怎么兼顾弹性 甚至把效能 在以及在这个多核心的时代 我们就设计一个有效 又容易扩充的一个link list 所以这个议题 那这种东西呢 我们就称为叫什么呢 就叫 这东西叫ADT 然后呢 再怎么 就是有东来连结 然后包含说这个继承 然后你有看到什么 这个class之间的那种 的那种阶层关系 然后在这边来讲话呢 你可以看到什么 它这基本透过什么 它会有一个 一个pre-processing 所以它也是透过这个 钳制处理的技巧 然后把它转换成 你看到这个程式嘛 好 那除了这以外呢 它有一些所谓的这个 Diamine Type Check-in 这个东西如果说你 对C++比较熟悉的话呢 这个东西我们称为叫做RTTI 注意到RTTI呢 在旧版的Linux 就旧版的C++ 并不是内建的 那所以概念是什么 就是说 我们在执行时期 能不能去知道这个 因为我们会有这个Polymorphism 对 就所谓的多型 那所以麻烦的地方是说 你要知道一个物件的形态 其实呢 你光透过Type ID 这种东西啊 其实这样 有可能会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你在执行时期不知道 你到底是在 那个指标是指向base 还是指向它衍生的这个class 你其实没有概念 但是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 我们透过一些技巧 透过一些机制 其实有机会 让你知道这件事 但注意到 这个东西需要编译器的资源 而且要是相对比较新的 就是相对比较新的 这个C++的编译器 才能够做出来 然后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然后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呃我们今天讲这个 那个Dimium Typing Typing 其实它也是在做 刚才刚才讲 那个类似的机制 只是它绕了一圈 看起来比较复杂 但是其实就是说 注意到 你可以选择只用其中某几个功能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有选择用C元来实作物件导向 这是看到依据你的需求 事实上你不用全部买单 反过来说你看像C++跟Java 它是整套的这个思维 而且它考虑到相容性 所以它不可能说只提供 比如说只提供继承 不提供多型 或者说它 它 Whitual Function做了 但是不做原本的 向下相容 乘息的程式吧 它不能这样做 但是呢 我们今天我们刚刚有提过 就是我们 我们在 用C元做物件导向的程式开发 很多时候是解决问题的 而且是把 原有的那些 成果包装起来 或是重新去什么 重新描述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解决问题 是依据我们的手段 依据我们的这个 场景去调整 好 然后再一个东线 也是很有趣 就是这个Delegates 然后我们刚才有提到 这个Colbet Function 本质上呢 它就是一种Delegates 那Delegates它的 中文语词就是那种 委任 委托人 比方说 比方说股东会好了 你都知道这些大老板 大老板的通常 大老板之所以可以 大老板就是因为他们 很厉害嘛 身兼多职 然后 或者说像有些人就很 很优秀嘛 比方说联盛文先生 三岁就当知根龙 拜托 你看人家多厉害啊 对不对 你跟我可能 可能这样 可能都 不是可能 一定都没那么拼嘛 三岁就可以 可以 为父亲 为父母亲分忧解劳 这个不太可能嘛 所以难道他 难怪他那么厉害 好 那这样这种大老板的 他常常都要做很多事 对不对 管理很多不同公司 所以他不太可能 那些股东会 那些董事会 都全程出席 可是 既然这些大老板 他管理那些公司 他不能全程出席的话 怎么办呢 所以有个机制 什么 就是一个委 他就出一个委托状 委托给某某特助 某某人 去帮代表他去全程行使 那这样的东西呢 其实很有趣 这样的东西 其实也可以对应到 城市开发的技巧 怎么说呢 我们来想个事情 比方说 我们来想一个情景 好 像我们刚才提到 这个很经典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前面不是讲的 QSort 对 QSort 在实作来讲的话 他基本上都逃不掉 这两个东西 对 一个叫Compare 先不讲QSort 你先讲BubSort 好了 BubSort在做什么 就像气泡一样排序 所以他一定要做什么事 一定要做比较 那比较完呢 就 就比较什么 比方说 比方说从小排到大 所以 你发现大的东西排到这边 然后这是小的 你要干嘛 你要交换 所以事实上呢 你要做的事情是怎样 你就是去 去 大量的去处理 比较 跟交换 好 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那如果我想要把这个 排序这件事呢 把它一般化 也就是说呢 整数也可以排序 浮点数也可以排序 甚至一个结构体 这样的东西呢 还有包含物件本身 我都可以排序 我各式各样物件 那各式各样物件 之间的一个比较的一个方法 同理 那物件之间要交换它的顺序 也会有一个 类似画面中看到这个东西 所以呢 从这到尾我只要去指定 去指派说 我这个东西怎么去处理 比方说像刚才讲的 董事会 我董事会呢 我就是说 某个时期 某某人代表我 所以要投票的时候 他就去投 所以你看 你就把投票想成什么 swap 那可能compare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他所赋予的责任 所以也就是说呢 在某些场景下呢 我把这个compare跟swap 我把这些条件都设定好 那他就可以代替我去行使 所以我不用去管 这个compare跟swap怎么做 我只要去把swap 要排序的时候就排得了 那像这样的一个delegation 其实在这个 在整个 就是搭配这些callback 在做这个delegation 事实上在 在这些 尤其在图形化的操作 是很常见的 那这边有举一些例子 你可以慢慢看下去 然后 这个 所以注意到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 一个实作技巧 然后 再来是我们在讲 另外一个东西叫 persistent object 就是我没有想过一件事 就是说 我们今天 在这些 不管这些物件栏能怎么处理 不管我们的资料结构怎么 怎么操作 可能是一个tree 一个heap 一个link list 主席这些东西 它基本上在机体 都会有个丰富的呈现 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排序 排序 排一亿笔资料 或是十亿笔资料 这非常大的资料 可是我排到一半的时候 我这台电脑要关机了 我只排了一半 你就假设有一半已经排序了 另外一半还没排序 那这时候 就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你要把电脑关机 因为你快没电了 所以把电脑关机 然后下次开机的时候重新排一次 对 可是你要排十亿笔资料 这是一种方式 另外一个什么呢 另外一个是 你就把没有排完资料 把它列出来 说我排到哪边了 然后告诉别人说 请你照这张牌 不过你会发现 你要做第二件事的时候很困难 因为这个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你不可能只说我排了一半 这样子就完了事了 不可能 对不对 因为之所以为一半 有可能是你估计出来的 有可能是观察出来的 总之 当下在记忆体的状态 你往往是这样 不了解的 所以我往往遇到刚才那个状况 我会需要什么 我需要把记忆体内容 把它保存下来 那更广义的说法是 我们保存东西不是记忆体内容 而是怎样 物件之间的观点 因为 记忆体可能非常大 比方说像我这台电脑 它可能有8GB的空间 我不需要把8GB的每一个byte 都把它存下来 因为那个空间太大 不可能 也不需要 反过来说呢 我从来只要追 比如说我是一个trip 一个树状结构 我开头到每个live 帮助它怎么连接 我只要能够把这个资讯 描述起来 然后怎样 把它写到disk里面 然后呢 写到disk之后呢 我只要能够从disk里面 还原出 原本tree该有的结构 那我们就称为这件事 叫做persistent 那当然如果说你的物件本身 在建立 在操作的时候呢 都可以考虑到什么 这件事 就是说你从记忆体到disk 或者是一个储存媒介 或者储存媒介到你的记忆体 我都可以这样的户外 我们称为这东西叫什么 叫persistent object 然后注意到这件事 这个东西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即便有程式员的资源 像java 它是有资源的什么 persistent serialization 加完也是透过这个 serialization 这个东西一直到jdk1.1的时候才资源 那如果是吸源要怎么做呢 其实这个东西呢 不是那么容易 然后这边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个 介绍一个砖 这也是我参与的一个砖 那这边有一个google的工程师 一个强大的google工程师 那他在之前的话就是 他在加入google之前跟我在聊个砖 就想要 就想要做一件事 就是能够针对吸源 对你没看错 针对吸源 然后把这些物件 把它怎样 把它保存到 初任装置里面 然后你也可以反过来 从初任装置 回推到这个 记忆体 然后呢 你想这个东西意义在哪里呢 这东西很好玩 这个东西呢 它是针对云端运算 对你没有听错 这样的东西我们称为 object persistent 跟云端运算有关 然后再回想刚才那个情境 以云端运算来讲 常常会有这个情境 就是要排序 要排就可能10亿笔资料 那可能刚才遇到很悲惨的状况 你排到一半的时候怎样 排到一半的时候发现什么 发现说这个任务可能要暂停 为什么要暂停 当然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更重要的事情发生了 对不对 所以讲我这个10亿笔资料 我好不容易排了3亿笔 结果我还有7亿还没排完 但是我又不甘心下一次 下次都要重新启动 但是因为我被通知了什么 我之前目前的任务被通知了 因为更重要的任务要进来了 所以呢 这个任务不需要怎样 要中断 那最简单的方式怎么做呢 好 我想说呢 我就把我已经排序的资料 我的物件的内容 把它存到什么 disk里面 那因为我 我现在这台电脑上已经没有资源了 那我就把它把它保存在disk里面 然后呢 这时候我去广播 广播说什么 如果有人 愿意怎样 帮我排序的话 就问其他的 硬体说 有没有人愿意帮我排序 然后刚好呢 发现说 远端呢 或是旁边有一台电脑 刚好有空 它的空间呢 可能没有你现在那么有 那么的庞大 因为你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要做 但是呢 它刚好可以做原本排序的动作 原本你不能排十亿笔资料 但是心来排了什么 一百亿笔资料 那总之呢 你在这个过程转换的过程中 其实这样 你就可以用到这个object persistence 所以大概看得出来 为什么我们要西元去做object persistence 因为我们发现什么 Java Ruby 或是一个python 反正你知道的很多动态的程式语言 的执行环境 背后都是什么 用西元去排序 所以如果说 这个专业叫什么 这个专业叫做opic 如果opic本身 他是一个成熟人 那我们是不是下一步就是什么 可以把java的persistence 或是特定的framework的persistence 把这个东西结合起来 所以你会想到说 我任何一个云端的运算 不管做排序 或是做 做deep learning 你可以做到一半 用快速的方法 注意到 快速的方法 存到什么 存在这个disk里面 然后呢 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资料 丢给其他来 当然你不丢给别人 那没有关系 你就有空的哪一天再回复就好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可以让你的工作 可以这样 让它这个不用每次都是从头开始 然后可以分配给其他的云端的 这个整个资料中间其他机器上 甚至呢 以blockchain来讲 这个意义很大 对不对 如果你算不完 你的datasense算不完 但是其他datasense算得了 那你就可以干嘛 出价 你看 datasense A 它是 比方说我们随便讲 A公司的那个datasense 它的运算量呢 目前很忙 但是它可以把不重要的东西分别 分给其他公司 比方说datasense B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资料 把这个运算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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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去问 有没有愿意 愿意帮我帮我算 我帮我算 我算的话就复仇了 那 datasense B 呢 它没有什么 它目前没什么工作 所以它可以帮忙 别人家做这个运算 可以赚一点钱 反正它机器开的也是耗电 那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创造一个 一个 一个经济体系 这也是我最近在做的 如果说你对这个 这样的一个 以区块链为基础的 分散之运算 环境有兴趣 还可以跟我联络 好 然后呢 这个 这个东西呢 也是它里面 它的一个环节 所以大概 有没有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 Message Passing 这个比较细节 你就看一下 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什么呢 这其实呢 这整个 这整个设计呢 你可以看到它很完整 它甚至呢 比这个 西家家 就是在 传统西家家来讲 它涵盖的范围更广 但是它还是有个弹性 它让你弹性说 诶 我可以只用这个层面 也有 Persistence 这个层面 你可以把它做一个组合 好 那这边呢 非常值得一看 那你看完之后 你一定会有非常大的启发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探讨这个 叫做 叫做什么呢 叫做这个 Design Pattern 好 然后我们在讲Design Pattern的时候呢 嗯 二十年前 二十几年前呢 这个人们 就把那个 某些人都把那个Design Pattern 碰成神样 那但是有个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以今天标准 去开始有一些人去质疑这件事 就是说 这些Design Pattern 是不是 真的是那么终结解决方案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Design Pattern的意义是什么 它其实做一件事 抽象化 常见的问题 好 注意点啊 抽象化 反正都问你抽象化 那我们其实最 常见的抽象化就是数学 好 那比方说什么呢 比方说 呃 比方说我们这个工时 对 什么就是一个小时可以赚多少钱 好 那你的工时呢 一个小时是 比方说是150块好的 那 那 所以我们就把人 抽象化成什么 有产出 对 就是 所以我一个小时是150块 那我一天呢 八小时 好 最后就是150乘以8 好 那你就可以想说 这个 这个什么 这是一个人工作 买 在一天买八个小时的钱 可是你反过来说 哎 这是好像有哪里贵贵的 一个人呢 早上的产能 跟下午的产能 以及晚上的产能 怎么可能一模一样 对吧 所以事实上呢 我们所谓这个150块的这个 时薪呢 其实是这样 它是一个平均来的 它是一个雇主 还有这个雇员 不管是雇主也好 或是员工也好 它是一个很 一个两边对等的一个 一个容易的一个计价方式 可以去计价说 这个什么 我要怎么去聘估 那超过了这个八个小时 我就算抽 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加班费 虽然 人的产出在早上下午晚上 凌晨时间 不可能一模一样 但是我们把它抽象 我们取一个 两边都可以接受的方式 用一个简化模式 那这个其实就是抽象化 所以我们学数学 就是为了抽象 不是为了做答案 虽然 你以为以前都是为了做答案 但是我们今天 作为工程人员 要去想 然后DesignPay呢 是怎样呢 把这些问题抽象化 然后解决这个方案 所以注意到 它本身解决手段就是抽象 所以它可以看到很多问题 很多问题呢 可以用不同的手段去做 但是我们抽象之后呢 也许可以看到怎么样 更高阶的一个思维 所以你不会看到细节 你这个DesignPay呢 你又看到一大堆Pay的 什么Fersad 或是什么Decorator 反正你会看到一大堆 DesignPay的 但是好完全要是什么呢 他从来不会跟你讲说 怎么去排序 他会跟你讲说怎么去思维 然后你看 他们这个所谓的这种四人帮 就是这四个大师 然后他们怎样 它的关键地方是什么 我的物件导向的软体呢 它是这样 可重用的 好 然后呢 你看哦 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这本书呢 被誉为说是圣经 但是呢 它在最后一章 这四个人很诚实的跟你讲什么 它是什么 这本书呢 它是使用价值孩子的商榷 甚至呢 没有提出什么演算法 或者一个城市设计的技术 它也没有办法说 很严格提出一个什么新的开发理论 它只是对既有的成果的一些解释 所以注意到 这四个人呢 在撰写这本书的时候呢 事实上他们是看一些既有的设计 所以第一个 他们所看的时间 是二十几年前的东西 或者更早之前的 然后呢 它是看对既有的设计提出一个解读 然后 但是呢 你看哦 它后面来讲的话 直接讲这句话 它是说呢 它对这个经验丰富的人 没办法带来非常大的帮助 然后 然后在这本书呢 又继续提到 这是书上写的 它会 人们很容易误解说这个 这个模式是一种解决方案 或者说 用了什么东西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但是很尴尬的地方是什么 尴尬的地方是 这里 就是说呢 你呢 需要怎样 你需要去搞清楚你的问题 然后呢 搞清楚说呢 我们在使用这个 使用这个模式之前 你要至少想说 这是不是真的可以 可以解决问题 这是你的责任 这些人只是帮你整理 换个角度想来 这个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那个 有一本修辞学的书 跟你讲说有哪些 辟语 或者像前面讲的 富比心啊 或者说在这个 有一本 文 在这个 中国的这个文学理论的 有一本最早的书呢 叫什么 叫做文心雕笼 就跟你讲说这个 直 体 风 反正诸如此类这种东西 反正就是火 然后跟你讲说这个 什么 它是一个文学理论 那这个 Design Pattern呢 其实就以某个角度 其实有点像什么 文心雕笼 这个东西 那你说 文心雕笼 读了再多了 真的会写文章吗 这是两码的事 好 然后呢 但是也不要那么挫折 我们为什么要去探讨 这个 Design Pattern呢 关键方式是什么呢 它是 它可以在 它是独立于这个特定背景 然后呢 它会告诉你说哪些模式 哪些情境 那 用这样的方法去思维的话呢 你可以这样 你有机会把它想更清楚 更透彻 甚至把一些潜在的这个问题把它避免 然后 那这边呢有一个 这个 在Github上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Repository 它叫什么 叫做OOC Design Pattern 那这个OOC Design Pattern呢 我们来看一下 OOC Design Pattern 它里面包含了好几个 就是 Uptract Factory 或是 Iterator Mediator 这些 那这有好多 这个Design Pattern 那这个 这个 这个程式呢 有个很棒的地方是 它用这个 合法的西元 去实作的这个Design Pattern 那你可以在里面 你可以看到 这大门都是什么 大门绝大多数都是西程式 你可以在这个6000多行 学到很多 技巧就是说 怎么去实作这个Design Pattern 那接着呢 我们就用不同的Design Pattern 来跟各位去解释 那 我 列出 我没有列出全部的顺序 我甚至 甚至只 用我的观点去阐述其中一部分 所以如果说 你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话 建议 去看Design Pattern 那当然 Design Pattern 针对西元的是非常少的 如果没记错 应该是 应该是曲静点 如果你讲那个 中文的话 曲静点 英文的话也没几本 然后 但是 你读的时候可以去先读 Java的书 就Design Pattern Java的书 比如说奇怪 我们今天不是说你所不知道西元 那为什么要讲Java 这当然简单 因为Java的Program很多 而且很多Java的Program会用到Design Pattern 它会花很多地方去诠释 诠释这个Design Pattern 那我们学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学的是一个 就是在特定背景 那我们学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学的是一个 帮助选定 适合自己的模式 所以其实呢 这个Design Pattern 应该是要跟什么 程式语言 是脱钩的 同理整个物件导向程式设计也是一个观念 那所以呢 你看到一件事 我们讲的这个物件导向程式设计是一个观念 它是一种态度 对吧 然后呢 这个Design Pattern是怎样 是针对这些态度 这些方法 我们去分门别类 去阐述它 然后所以呢 你去读这些市面上的Java的书 其实好不好呢 你大概翻了一两张就可以知道它好不好 你可以去看这些书 再回头看我今天这个讲座 你可能会更有启发 好 那接着我们来介绍一个叫Observer Pattern 好 这个Observer Pattern 顾名是什么 它就是有观察 这个观察呢 意味着什么 它一定有变动 如果你观察的东西是死的 对吧 那当然 当然就不叫Observer 那所以呢 你去讲 这个情境在哪里 哪个情境 比方说呢 你在购物网站 看到一个很热门 而且价格超便宜 这个商品 那你要下单 但是你知道这东西很热门嘛 比方说 很热门 然后又有便宜东西 比方说 标错价格的萤幕 对不对 比方说什么 之前好几次嘛 什么Dare啦 反正一大堆公司都有这种状况嘛 对不对 就标错商品标错价格 所以大家看到 哇这萤幕好便宜喔 要下单 但是你想下单便宜想下单 所以导致什么 导致这时候 售完补货 好 那这时候尴尬啦 假设呢 那这些货品真的会蛊惑 那你该怎么办 你不可能一天到晚能打开这个网站 对吧 那你的生活作息就全部乱掉了 可是呢 你又不甘心没有抢到这个货 怎么办呢 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 所以具体来说 我要怎么知道这个商品已经到货了 那你当然 你当然可以怎么做的 你可以一直连回去查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 更惨的地方是什么 更惨的地方搬到那个仓库里面去住 对不对 这件事很愚蠢 但是 有人就做过 对不对 然后呢 诶 好像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知道什么 你知道 其实很多人对这件事有兴趣 所以你又怎样 你去PDT啦 你去Facebook啦 或是社交网站 去看 诶 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人对这个地方有兴趣 那所以 因为你要去关注社交网站比较容易嘛 对不对 社交网站会有些通知啊 比你这个傻傻盯着这个网站 或者盯着这个仓库来的怎样 来的简单一点 你还可以做别的事 好 所以你看 我刚才讲的这个机制呢 原本这个机制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 不管对购物网站 对购物网站的主持人也好 经营者也好 或者说他对对应的这个顾客也好 都是一个很有趣很经典的问题 所以如果说呢 这个网站呢 他提供一个东西功能叫什么 叫做货到通知 所以就总之呢 就是怎样 就是当有货的时候呢 就会怎样 就会去通知 那问题来 要通知谁呢 好这个呢 有趣啊 所以呢 就两个两件事 一个叫subject subject是什么 就是有货的人 能够补货 能够提供这些购物的服务的人 这种叫做subject 然后你呢 是想要去购物的人 然后 我就参为observer 然后这个subject跟observer之间会有个观点 所以会有个什么 有个 所以比方说你 在这里 你呢去订购 所以就是observer 去订阅 订阅这个更新 那所以一旦呢 这个货品有的时候呢 货品有的时候呢 这个购物网站就可以通知你 所以你看哦 你是一个observer 然后这个购物网站是subject 所以一旦呢 你这个 你先干嘛 你先去主动去attach 注意到你必须主动attach 或者 公网站不会知道你 所以先attach 那attach完之后呢 一旦呢 这边有更新的时候呢 就这样 就会notify你 那当然呢 你也可以这样 你也可以detach 对 好 然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上面这张图 所以这有两个东西 一个叫subject 一个叫observer 好 然后 那你呢 要去 你会去更新 所以就这样 就是你 你 你做一个什么 你 你会去把你的go 那个电子邮件提供出去 update 好 然后呢 那 在subject 就是什么 go网站 它其实要知道什么 它要能够有能力去接收attach detach 对 然后 再次notify 那一旦你attach之后呢 我去 而且update 设定好之后 就可以去notify你 好 那我们来看右边 右边呢 就是讲这个状态 那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这件事很好玩啊 subject 就刚刚讲go网站 那你是一个顾客 那你有没有想到别人还有恢复 对不对 有一大件顾客 好 所以反正我们在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好玩的地方是吧 是第一个 第一个observer1 就是吧 observer1 去attach 然后呢在下一个时间点 observer2也去attach 好 那这次好玩啦 所以这时候呢subject呢 其实 就知道什么 就 就有两个订户啦 好 然后这时候呢 我就通知什么 诶有货了 大家快来买哦 对 那就是什么 就对应了通知 好 所以你看这个 诶他就的确知道 好 那通理呢 这个O2呢 因为他有订阅吧 所以他也知道 好 那可以去询问一下 诶有没有货 好 那当然有可能一个很有趣的状态是 比方说O1的时候呢 他通知完 好 那O2呢还没有来得起行动 所以O1通知 他得到状态的时候呢是 是还有货 但是被O1买走了 好 那所以到O2的时候呢 他取的状态就悲剧了 好 所以请这样继续等 好 那以O1来讲的话 他已经 他原本有attach过了嘛 也update过了 那对他来讲 他已经买到东西了 他也吃饱饭处 他可以退出了 那在O2来讲 他不甘心嘛 所以他继续等 等吧 等这个 这个网站再notify一次 所以注意到 我们讲到目前为止 跟程式员有没有关系 没有 对吧 跟程式员没有关 但是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很常见的模式 你继续在思考 诶 这件事呢 在什么时候会发生呢 比方说你去download 对吧 download这个 你要去download一个 资料 呃 比方说你有用过像这个 mega upload 或者用过某某服务 那他其实有一些预约的 那个download 对不对 你要去download某东西 你要么就先看完什么 先看完广告 不然是怎样 要么就是去提供一个 资料 提供一个email 什么资料 填写进去之后 他就是 那他会再寄一个什么 寄一个download连结 好 就是只要你是会员的话 download连结 那按下去就会快 你就不用傻傻的慢慢等 好 那当然呢 你的quota 就是说比方说你 每个月买了一万点 那在这一万点 扣一扣扣掉了 那当然这个就没有效了 你要怎样退回去到什么 退回去到慢慢的等待 不然就这样去除值 所以不然说像刚才告诉你点数不够 要除值 也可以用notify 那你去看说我现在有点数多少点啊 我现在这个能不能用这个比较快的网络 这也是一个一个询问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如何去实做什么 这个Design Pattern 好 然后呢 注意到呢 西语言本身呢 是没有对这个什么 物件导致上有特别的安排 但是没关系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城市开发的一个技巧 以及自我的规范 注意到我们讲的自我规范 然后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说 在这个专案里面呢 我们的规范是这样 是这样 就是可以点到这个目录去 observer 好 那这在observer里面呢 它就包含说有这个include 也有三个include档案 然后呢在这个src呢 就是这个实做 然后有observer.c main.c 还有observer.c 好 好 好 那当然这个macfi 只是为了让你编译上顺利 然后你 就是可以自己编译 就是它就会 就会编出资讯档 可以让你测试 好 接着我们来看 那这边来讲的话呢 就有个规范 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这边的这个 这边有什么 有个i 好 那i的话意味着什么 interface 好 然后这边呢一样 也是用个全字宣告 全字宣告是什么 observer 跟observer 好 所以一个是什么 被动态 这上面是被动的 底下是主动的 好 然后呢我这边加个大i 表示什么 表示一个界面 注意到了 这个东西呢 呃跟程式语言是没有关的 它只是一个什么 我们在 在算写上的一个规范 好 然后 再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好 然后呢这边struck 注意到这边struck 有什么 三个什么 有三个function pointer 好 然后你看 register observer notify 跟remove 然后这个东西 刚好对应到这上面的图 好 还记得我们之前在讲这个 同样在物件导向程式篇 好 我们在前半段有提到什么事情呢 有提到这个像一些 有一些UML 这样的工具 可以帮你产生程式码 好 注意到它产生很可能就产生 画面中的程式码 好 它是百分之百货真价值的 西语言程式 好 但是透过一些规范 让它看得怎样 更容易去了解其中的行为 好 然后注意到呢 这边 就是说你看到这边 我定一个界面 比如说注册 通知 跟溢出 这边是商品部分 然后呢再来是这个observer 就是 我会有一个 也是一个function pointer 好 我输入一个observer 注意到 这是一个界面 先看一下 好 接着呢 我把这个界面定出来之后呢 我就干嘛 要有人去把这个里面东西 实作出来 所以你看 这上面是界面完完全只有什么 完完全只有动作 我甚至没有办法说 它里面属性都没有写 但是这个observer 这个这个 这个被动的observer 那就是怎么样 就能看到这边实作呢 就有这样 就显然有些属性啊 对不对 有counter啊 有size啊 对不对 好 那注意到这个界面 稍微记一下 这是什么 大写的i 大写的i i observe跟observer 好 然后你看 我这边呢 这个结构呢 这个结构就没有 没有大i了 就是这个 被动的observer 然后呢 但是 这里 i observer 好 注意到这个i observer在哪里 在 这里 我们这边 通过前置的 前置的什么 前置的这个 宣告在这里 然后你看到这边在讲 这个observer 好 好 那通理再继续往下卷 那 这边来讲的话呢 你看到它有对应什么 constructor跟distructor 好 然后呢 再来是observer 主动的observer 好 那通理呢 注意看到这个 这个东西 然后它有对应的这个 constructor跟distructor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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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是什么呢 你看到目前为止 会心中会有个疑惑吧 好像定义出了界面 但是为什么都不截止写程式 就是说 很多人看这个物件导向 都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 这回到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就是 很多人没办法把这个 比较复杂的程式搞懂 或者说比较大规模的程式搞懂 往往就是因为 花太多时间在 现在做什么事 立刻可以看到成果 这就是在 台湾的普世价值 台湾的普世价值不是赚钱 是现在会赚得到钱 其实台湾人对赚大钱 没什么太大兴趣 是赚 现在有的钱 那其实写程式也往往 容易落入这个圈套 我们往往不会花很多时间去思考 怎么去维护 对吧 像这个 如果说你看看这张图的话 你好像比较懂 应该要一个规划 但是为了这个规划 其实我们又需要付出一些代价 什么代价就是要去想 好 回到这个例子 这个 observe observe 这个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被痛的observe 跟一个observer 我们在意的是他的情境 所以你看 这边讲话是什么 这个是商品 商品就必须要怎样 就要描述 它的总量 还记得这个 这是商品 被动的叫商品 这是总量 然后呢 再来什么 就是有多少人 要去看这个东西 再来是我们 我们我们要去notify 嘛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有哪些observer 那反过来说 顾客 顾客呢 从来到来就是一个 只要能够做特定行动 也就是时间到去抢东西就好 我被通知到就可以 好 所以你看 我们先看这个部分 先看这个部分呢 它其实就定义了什么 定义了说 这样一个 一个框架 那我们不急得把内容写进去 因为实际上是在实作内容的时候 有很多种做法 就是最终呢 这个东西要怎么去实作呢 你当然可以去写一个执行序 去去确认 或者说 什么 时间到去通知 所以要看你去怎么做 有可能它是透过什么 透过网路 或者透过其他的那种IPC 或者一个 甚至像Unis的Signal去通知你 那底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对应到实际上怎么写 好 当然我们这个observer 还是有个 实作上的一个限制 所以你看那我在 在main.7 呢就去写这个 好 然后呢再来什么呢 再来是我们去分别 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observer 就是一个这些商品 然后先把物件建起来 然后呢 注意到这块大I 表示什么 大I 表示一个界面 就是一个 这个商品的这个界面 那这件事很好玩哦 你看哦 这边呢 叫做什么呢 叫做 I Observer 所以我把这个东西把它描述进去 然后呢 再来是 我就把这个什么 有效的这个observer 到目前为止 都还是只有宣告 那底下这一段呢 要去干嘛 去建立这个observer 那 而且每次建立observer的时候呢 我去注册 注册这个observer 把这东西都带进去 好 然后 所以这个时间点呢 就很好玩哦 这个时间就是把这些 observer都注册好 这些这些observer 所以可能有 1234 反正我就一直注册下去 然后我们刚才有提到一个总量嘛 所以这个observer的总量是10个 好 那当然 我是只能注册10次的 现在不是嘛 因为有人会怎样 有人会增加 有人会退出 所以就说我们的容量是10个 好 那我们就透过这个方式去 去把它加进去 好 那既然加入这边 那么多observer之后呢 我下一个动作是什么 我要去notify 好 注意到一件事 这边呢 我们都是用i 好 这边看到这个i 好 所以我们这边只用界面 好 所以实际上呢 我怎么去notify 好 就是我 我要怎么去notify 这个这些observer 其实怎样 其实是 我们中间可以省 我们中间省掉很多程式嘛 好 所以说事实上怎样 是让你使用者自己去 或者让店家自己去决定 怎么去去通知 好 但是从来我们只要认真想这个 流程就好 好 或者说你可能听过一个词叫什么 像mainloop 这个mainloop呢 就是比方说像 你在那个JarsCupid 一天到晚就看到这种东西了 比方说像那个网页 网页呢 基本上就是像你画面中这种 就是说我一个网站呢 不管是网页也好 资料库也好 反正我就设定好了 设定好之后呢 不会立刻运作的 就是为什么 因为它的等待嘛 有人在连线 好 真的有人联系的啊 然后我就把工作分配给 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 资料库的查询啊 或者只是去问说 你网站是不是还活着 诸如此类这种东西 所以 其实它就是像这样一个什么 像这样一个 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通常叫mainloop 就是说 不是放在main的韩式里面叫mainloop 就是说它有一个主要的大回去 对不对 我有一个流程 所以同理呢 我们也可以去维护一个这样的一个流程 就是什么 有这样的一个observer 有这样的一个商品上架啦 还有什么通知通知的过程 所以我们的大路 那实际上怎么去实作呢 就有什么 就个别人去实作 那像刚刚提到 你可以用网路方法去通知 那注射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一些共享记忆体啦 或者是用其他的技巧 总之呢 在这个环节来讲 我抽到就开放出来 都是这些界面 我不用去管里面怎么去用 我只要去 我不用管里面怎么实作 我只要知道这些界面怎么用 就可以 好 注意到一件事呢 在microsoft 有个东西叫com 好 Microsoft Microsoft Microsoft的com 注意到啊 Microsoft的这个 不是 那com不是company 那个意思啊 它是一个 Microsoft的技术 就叫做com 这个com是什么呢 叫做component object model 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有远见的一个 就是非常有 非常巨大 就是非常有远见的一个专案 它在想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 它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啊 你打开那个microsoft的office office 其实包含好几个元件嘛 像assess就是那个database嘛 然后ecell ecell就是撕算表 然后powerpoint做头影片啊 word 然后 像这样的一个office 那当然还有一些元件啊 什么一些什么跨美工的啊之类的啊 那你们想过一件事就是 你为什么可以在word里面 内签ecell的撕算表 或者在powerpoint里面内签一个word 那当然你可以在powerpoint内签一个word 那word里面又内签一个ecell的撕算表 可不可以 可以 那你们觉得整个是有点 有点怪怪的 第一个 你知道word是一个执行党 你知道ecell是一个执行党 对吧 你显然点两下 它会它可以执行 对不对 既然ecell是一个执行党 word也是一个执行党 powerpoint也可以执行党 那为什么 powerpoint可以打开word里面内容 那是不是意味着 powerpoint里面要能够解读word里面的资料 那你也可以做什么 你可以把ecell的资料内签到word里面去 那是不是word这个党也可以读懂ecell的资料 那这样的话 这些执行党要多庞大才能够执行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你会发现好玩的就是什么呢 你甚至可以做到一些联动 比方说这个什么 你在做powerpoint都应该有一个经验嘛 就是你内签一个影片 那影片内容改的时候呢 这个ecell里面的内容其实会跟着知道 诶 这就是要怎么完成 你看哦 我在powerpoint里面内签一个影片 内签一个影片 但是这个影片呢 被改到的时候呢 这整个powerpoint会跟着知道的 所以隐约发现什么事 诶这不就是刚才讲的 observer的迪彩配能 对 它里面一定有 但是呢 以Microsoft component object model 要解决问题又更广泛 因为呢 我们今天遇到问题呢 是怎样 甚至是跨越程式语言 跨越这个什么 跨越这个 不同的资料结构 甚至跨越不同的这个档案 但是要能够怎样 要能够相互可以存取 所以注意到 这个component object model 实际上在做的东西是什么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项目 然后呢 里面有个东西很好玩 叫I unknown 它就是它简单就是说 它定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你看到它的惯例 大写的I 然后它有个源头就是叫 unknown 就是你不管什么样的那些元件 不管什么样的界面 反正它有个东西叫I unknown 然后所以所有的 你看到 注意到 所有的这个comp interface interface 是叫剔成 不管是直接继承或是间接继承 这是什么 从这个I unknown继承来 所以你就想说 我底下呢 不管有多少的不同的界面 像这个狗啊 猫啊 或者是ecell啊 反正就一大堆 反正我都会有个源头 那有这样的源头之后呢 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有趣了 你可以跨越程式语言的限制 注意到 Microsoft Comp 是可以支援 C语言 支援C++ 甚至发生Java Video Batch 之路这些东西 都可以跨越支援 那很有趣的地方是 你会在Microsoft Comp 里面看到类似 我们这边示范给你看的 这些程式码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那我们刚才提到一个小型的这个 Ubservive Pattern的一个实作 那当然这边列出来程式码只是一个 跟你讲这个流程 那在实际上的这个实作有很大的差异 那接着我们来讲一个同样是Ubservive Pattern 但是更复杂 就是在真实的案例 在Ganon的环境下 我们来解释一下Ganon好了 怕有人想不知道 就是有点故事的 注意到这个GTK 后面要加Plus 注意到 广义来说 不是广义 就是严格来说 GTK跟GTK Plus 有加 有没有加这个加号 是有差别的 这个东西要追溯到一个很很早的东西 请原谅我一定要讲故事 这不是为了拖时间 就是 就是 这样你还知道那些名字怎么来的 好 注意到 以前有一套软体 就是 叫做 叫做GIMP 好 这个GIMP 是一个开放原始码的一个影像处理工具 好 给你看图了 看图片 你看了图就知道它大概的功能是什么 就是 有没有感觉像 有点像Photoshop 对 就是连配色有点像 好 然后这个这个东西叫GIMP 那GIMP呢 它就是一个影像编辑的工具 好 那可以做很多事情 甚至有些 有些书本 甚至就直接用GIMP来排列 那它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开放原始码的一个实作 所以这个真相只有一个 对 好 那这样的一个东西呢 在开发过程中呢 它是一个非常 它就慢慢变得复杂 好 那慢慢复杂的时候呢 所以你看哦 这个 这边有跟你讲个历史故事 这个96是1996意思 就是1996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个GIMP呢就发展 然后 那 好不容易慢慢的成熟到1998年的时候很成熟 然后 然后 里面呢 专门在绘图的部分 称为叫做GTK 所以大概猜得出来 这个绘图工具叫做 叫做GIMP 那它里面有一个工具 就TK呢 一般来讲就是Toolkit 就是工具级的缩写 所以它就是 专门来 服务GIMP的工具 就是绘图工具 那后来人们发现一件事 后来人们发现一件事 就是说了这个 这个 GTK呢 不应该只有给GIMP用 应该可以给别的用 所以大概是在1999年之后呢 有一个重要的改变 就是说 这个 GTK呢 就独立于这个GIMP发展 所以你看 这件事很重要 从1999年之后呢 它就不再只是被GIMP绑死住 那 那后来呢 这些 所以注意到 GIMP本来是一套绘图软体 当然现在还是一个绘图软体 但是它以前是很广的 它把它抵成那些 那些 绘图的光价 你就想要有点像OLTK好了 刚才前面可以看到 抽抽的OLTK 就是 你为了要做一个工厂测试的工具 就是刚才讲 OLTK的用途是什么 是OpenMocal的工厂测试软体 对吧 那我为了要开发工厂测试软体 我们自己开发一个叫OLTK 那OLTK里面有分高阶的部分 跟低阶部分 高阶部分就是那些 那些什么 画画图的啦 画按钮的啦 低阶就是那些Graphics 那所以这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GDK呢 就是GIMP里面 专门在画图形的部分 那专门画图形的部分 后来又抽离出来 一个东西叫什么 叫GDIB 专门在做一些 物件导向有关的东西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叫GDIB 所以你看 后来呢 这东西又拆出来 那跟文字有关的地方 又拆出来叫Pingle 然后 然后 所以你看哦 诶 跟物件导向有关的东西叫什么 叫G-object 它是BAN 它是叫GDIB 所以 你看到这边来讲 好像有点 有点感觉 对不对 GDIB 好 我们来看图 所以它的关系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呢 这个 GIMP GIMP 就像这样的城市 GIMP 然后呢 它的独立出来叫GTK Plus 所以注意到 为什么要加 为什么要跟这加 因为最早呢 是没有加的 搬出去之后呢 有的加 所以就这样 这个 真好记吧 搬出去之后 有的新的加 所以要有的新的加 好 然后呢 这个 GDK呢 里面呢 比较底层的地方 称为GDK 好 注意到 整个东西叫GTK Plus 但是跟底层绘图有关的部分 叫做 叫做GDK 好 然后呢 跟文字有关的东西叫什么 叫做Pango 好 然后呢 要去猜出来一个东西叫GIO 跟那个Google 跟I有关 然后 这个最底层呢 像一些物件导向的啊 或者是一些工具啊 Linklist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称为叫GDIB 注意到 不是GDIB系 然后呢 跟使用者辅助有关的部分 像是一些 呃 什么字体的处理啊 还有什么 提高对比的东西叫ATK 好 就跟那个 Accessibility有关的 好 这个叫ATK 所以你看到 这个DDK里面呢 它又要跟什么 跟Pango GDK ATK GIO GDIB Kairo Kairo是一个项链绘图的一个 韩式库 所以要跟这个 要沟通 那在这样的基础上 那下去打造Gnone 所以就知道 Gnone是什么 是一个桌面应用环境 好 那当然这时候我们要介绍一个 叫LSDE 这个这个 我一定要跟你介绍啊 这个这个 这是我们台湾人 台湾人发展的一个 一个专案 那这个专案呢 虽然你在台湾可能 很少听过啦 但是这个这个是这样 这个是 这个东西在 很多个 就是 已经在很多的地方 被广泛财纳 这样这个东西 好 那包含说树莓派 树莓派的这个 用的桌面系统 也是LSD改过来的 好 所以你知道一件是什么 就是说 Gnone也好啦 LSD也好啦 SFC也好 诸谁这东西怎么样 都是建构在这个GDK 以及它底下 有这么多的 不同的韩式库 上面的运作 好 大概 大家有懂它的观点 好 那有方可以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这个说明 好 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有一本书 有一本书 有一本书呢 写得非常之好 看一下 就是在这本书 叫做GDK 叫做GDK Development Platform 好来看一下 它是一个电子书 然后它有64页 它其实写的蛮多的 但是呢 你可以先看 先看 51页 那我已经帮你把那个重点画出来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这本书 在51页 在51页之前呢 来看一下 它其实跟你讲什么呢 它跟你讲说 这个有个东西叫Signal跟Properties 然后 注意到呢 这边讲到一个Glib 对不对 Glib里面的什么 G object 那注意到呢 G object呢 它很特别 它不是只要来做这个物性导向 然后它其实它可以这样 它可以去触发一个Signal 你可以想象Signal是什么 就是你可以想象说Function Code对比东西 你看到Function Code是这样 有去有回 是Function Code 对不对 有去有回 所以本质上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同步的 但是呢 你可以做一个东西叫做非同步的 那就是我们称为这叫做Signal 也就是说我今天 发送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事件 发送一个讯号 我传递出去 我不用等人家到底回了没 反正我就会忘记它 所以我们就称为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做Send and Forget Signal 注意到 这个什么 Signal 就是Send and Forget 或是你要叫File and Forget 都可以 就是说它发送 发送之后 可以这样 就忘了 就不用去管 后面发什么事 所以叫做File and Forget 比方说你看 就是说在很多设计里面 你看像这个提到的是一个情境 这个情境是什么 就是一个使用者的一个界面情境 右边的IO可能是一个磁碟 你的硬碟 或是网路 基本上都是很耗时间的 但是使用者可能等不了那么久 对 使用者要点开一个什么 点开一个网路电影 这个网路电影要下载一阵子才会看到画面 或是看到一半可能要下载新的内容 那这时候就很麻烦 就是因为使用者可能没耐心 又一直干嘛 一直点 像画面中一直点 那一直点的时候 这很尴尬 对不对 一直点 然后它就会有一个对应的一个callback 就是你点下去 然后对应的callback 对不对 那callback就是说 请稍等 等我干嘛 等我把这样拿回来 那问题 你做过程度 继续点怎么办 所以你看 再讲一次 如果从头到尾都是function call 那你会有个悲剧 按下去 按下去 然后就请你等 等等等 然后等我把这个内容弄回来 然后再 然后再传回来 那不知道多久了 所以呢 一般来说呢 我们都会做一件事 我实际上我按下去的时候呢 跟这边右边的IO动作 我不会直接是连动的 也就是说我今天按下去的时候呢 我这边只检查IO的状态 如果有的话 赶快传回来 没有的话 噢我现在没有 然后就传回来 我不会傻傻的等这边做 但是这边的做事 一旦有进度的时候 也会发通知 所以发通知是说 主动说 我可以这样 可以去看下去了 所以注意到呢 它本质上呢 它跟一般的function 是不一样的 就是什么 这个signal 跟一般的function不同 它是一种 本质上是非同步的 那function是同步的 那注意到呢 每一个 g object 它基本上可以去 触发一个什么 触发一个signal 这种非同步的事件 好 然后呢 g driven呢 它就把这些东西都把它包装起来 所以g driven 刚才提到有个main loop 或者一个main event loop 所以就是它一直在走动 所以它是这样子的 是一个所谓的叫 event driven 就是有个像前面讲的 absorb一样 有特定的那个什么 特定的那个事件 然后做特定的事情 所以注意到呢 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种图的威力 这张图的威力 就是它画起来非常简单 但它对应到的那个现实来讲 有很多的不同的元件 不同的像人机界面 网络 基本上都可以用这个模式 所以你看这个signal最经典的例子 就是按压一个按钮 因为按压一个按钮 通常我们要做特定的事情 但是做这件事本身有可能很耗时 那这时候 有可能做到一半 使用者又按新的按钮 所以变成说你就是做不完 那使用者又按新的按钮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个机制 去分配 派送这些过程 那我们一直讲 团体开发框架 这个重要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说 这也是判断说一个工程师 他的思维是否进阶 或者一个工程师是否滋生 不是看他写的多少层是满 也不是看他头发有多白 在业界待多久 也不是看他薪水有多高 不是 而是看他对这个思维 思辨的一个考量点 好 那你可以看到说像这种 G G Object 或者说这个什么 Ganone 或者Glib 这些开发者都是很有经验的人 我发生说像前面讲的Microsoft Com 这些Component Object Model 其他顾虑的事情就很多 所以你看我们正在讲话 这里注意到这一段 就是说当你在建立一个G Object Signals 有时候 或者是上面讲这个Property 这个你稍微看一下就好 那这个Property 那注意到一件事 你讲一下 这个Property 其实就是对应到这个 对应到这个Notify 就是说一边可以发送通知 一边可以订阅 就跟刚才前面那个讲的Observable 是一样的东西 然后真是在这边好玩的地方 所以实际上这个G Object 本质上它其实就是这样 它提供的机制 让你可以刚好去实作 Observable Pattern 所以你可以想一件事 我今天这个 假设这个是东西 这是按钮 这个是按钮 这个是什么 对应的行为 所以你看我对应的行为 就像一个商城 对吧 这个商城 或者是很多不同的商品 我今天有好多个按钮 对不对 我每个按钮都想要取得资料 或者说我要快转 对不对 你像刚刚讲的例子 影片对不对 我是个来源 我要能够快转 前提是什么 来源是当然是要 有东西可以让我快转 反过来说 我今天要播放 也要有东西让我播放 好 那所以我不管是快转也好 播放也好 或是倒带也好 我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这些Observable 那我今天要观察这个商店本身 我是可以设计一个机制 这个机制干嘛呢 我去干嘛 可以去触发 触发一个signal 或者说 我要订阅 跟你这个订阅 不管是快转 慢转 播放 我要订阅 那一旦呢 这边有内容的时候呢 我就通知 我可以快转 我可以播放 所以你可以回想一下 你今天再打开YouTube 或打开你的Media Player 基本上都有这种Observable Pattern 好 所以你看 后面这个东西很酷 所以 G-Object本质上在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追踪 这些callback 有时候我可以呼叫这些动作 呼叫这些该做的动作 好 所以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什么 这个就是 你如果去追踪里面的程式码 好 就会看到很多这种 就是这种 这种 这样的Design Pattern 好 所以 再强调一次 这件事本身 跟程式源 是可以脱钩的 好 只是说有程式源的协助下 你也许义法上过 写的比较简单 好 但你不要觉得太慌张 因为没有人会要求你 你 全心去刻一个G-Object 不是好 注意到 我们今天讲这个 物件导致用程式篇 好 不是让你去刻很复杂的程式 不是让你去搞得自己很苦 不是 而是你可以知道 原本已经有G-Object 或者像刚才前面讲 提到的G-Streamer 这样的框架都已经存在了 那我们如何依据这样的思维 然后去看人家怎么解决问题 对吧 人家怎么解决问题 这才是我们最值得去学习的 好 我们再介绍另外一个 Pattern 叫做Strategy Pattern 好 这个Pattern就比较单纯一点 所以我就没有讲太多 这个Pattern很简单 就是说 我呢 做一件事 好 然后要怎么因地制宜的 用不同的演算法 比方说你要压缩 压缩一个档案 对不对 你有很多方式可以压缩 有ZIP 或是ARG 7ZIP RAR这种东西 可以压缩 好 那 可是问题来了 我是不是有这样的策略 那我该什么时候用什么策略 对不对 所以问题来了 如何自由的切换 也算完或是特定行为 好 好 当然你的做完很多种 你说那简单不就是SwitchCase 可是这样一个悲剧 你看到 如果单纯只用SwitchCase 这样子可不可以写 当然可以写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 你就会列出一个 SwitchA SwitchB SwitchC SwitchD 一直列下去 好 然后呢 这样的问题呢 当然很快你就会遇到什么 程式码变得很肥大 就变成说 我就一直要加这些不同的 这个SwitchCase 好 那你要维护就很困难啊 你要就是一直改下去 所以很容易说 比方说这个SwitchCase之间还会冲突 对 好 然后再来什么呢 再来是你会导致呢 因为SwitchCase很大 所以导 然后SwitchCase 对应都不同的这个FunctionCode 不同的实作 所以你会占用很多的记忆体 对不对 然后但是很可能 SwitchCase写一大堆 所以从到底只用了一点点功能 好 那更惨的地方是什么呢 更惨的地方是最后一项 就当你呢 要测试每一个演算法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把SwitchCase 那个输入值 都把它带入一次 好 所以如果说里面有10种 100种 好 那你就要这样的测试一次 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当有人一边在做测试 一边在新增功能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 当然就打架啦 好 所以你就知道你会在很多公司 会遇到什么 很酷的状况 好 就是研发的人 就跟工 就是研发工程师 就跟测试工程师说 某某时间点 你不要给我测试 好 不然干嘛 好 另外一种更坏 就是 就是研发工程师 他就是掌管这些测试流程 好 就叫就要这个测试工程师说 等等我做完了 你才能够继续做 好 那在这之前呢 我不管你 你做什么事 你都要等下随口随到 好 我做没有好打电话给你 或是传郁没有给你 你就给我做 好 那你们想过一件事 这个研发工程师 的时间 才是时间嘛 那人家测试工程师都要听你讲话 不是很奇怪吗 对不对 但是台湾就是这样 因为研发工程是薪水比较高 这个薪水比较低 薪水高的可以要薪水比较低的说 这是不对的事情 注意到 所以考虑到人 然后你看到你要知道一件事 测试工程师 他本来就有自己的时程 有自己的时间规划 他当然有能力 也有义务 也有对应的权利去干嘛呢 去告诉研发工程师该怎么调整 所以事实上呢 应该是测试跟研发 其实应该怎样 应该是 应该是变形的 不应该是 谁做完换谁做 那问题来了 因为测试的过程中 是不是有可能改造程式码 那研发过程中 是不是有 会新增这个新的演算法 对不对 那所以我要怎么 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不同的策略加进来 但是又不会这样一头拉股 像那个意大利面这样塞下去 好 所以呢 注意到 这个shader结合器很重要 它是怎样 我们要做一件事 就是把这个 演算法呢 从这个物件本身 或者说你这个 注意到 这个 这个 这个我们称为context context很难翻译 所以它可以翻很多种 就是 object可以翻成物件 context 你也可以翻成物件 或者一个 个体 描述的物体 事物本身 好 那就是说呢 简单说我要把这个演算法拆出来 因为我原本是一堆switch case 记得刚才讲的情景吧 我switch case在新增的时候呢 可能会打架 对不对 你跟我新增 你跟我新增是case a 结果我也要case a 那同理呢 这个 同样是case a 我可能要写一些测试程式码去测试test a 那我不可能写 就原本的写法 可能会把那个case a 写得很复杂 对不对 case a 写得很复杂 然后呢 然后呢 你要把case a的那个测试案例 用在case b 你要复制一份 那你复制的时候呢 又怎样 又有东西可能改烂 所以这个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签一把动情形式 然后就发现大家都要加班 研发工程师要加班 测试工程师要加班 然后专业经理要加班 全公司都要加班 但是没有人想到怎么样 把事情做好 所以注意到这个design pad 我们只要去学习它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 是学习它的怎么 它的想法 好 那再继续探讨 你看喔 所以可以看到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去做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呢叫Strategy界面 然后呢 我去实作一个物件 这叫concrete case 这个这个什么 Strategy 就是说 我去有一个 有一个Strategy呢 这个界面很有 这个 这个 物件很有趣 它就是让什么 你看喔 这边有很多策略 那我可以把它接起来 注意点 我把这个东西把它接起来 好 那但是它不是用Switch case的方式接起来 它是用 它是用 当然在实作面可能是什么 它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 function pointer 或是一个 某一种形式 你甚至要用一个link list 反正不管你有什么 资料结构把它接起来 总之呢 它让这件事跟Switch case 脱钩 注意点 在实作面呢 我只要能够做到这件事 就是 把这种不同的策略把它脱钩 所以你要加入新的策略 就像 你可以想像就这样 加入一个link list的一样 在执行时期 像一个link list的 夹度 或是一个 维护某一个资料结构 把这个东西把它加进来 而且这个实作本身 你大概猜得出来 我们要干嘛 就是带路的东西 可能是一个function pointer 或者带路像是谁 像前面这种东西 像前面这种界面 那所以总之呢 从来到我们要管的事情 是什么 就把这东西把它拆开 好 所以你看 这边举个例子 以这个例子 就是说我这个要旅行的 有不同的 可以搭巴士 开车 或是搭taxi 你看 我就有不同的旅游的方法 那我把旅游方法的这个策略 当做一个什么 当做一个输入的 那我这 这边就定一个界面出来 这边看到一个大喜的i 比较是一个什么 一个travel strategy 好 接下来呢 人 你看到 人 要旅行对象是谁 是人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是哪玩的 你看这个人 那就是会有不同的策略 那策略就是说我要怎么去旅游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旅行呢 当然是人去旅行 可能是一个人去旅行 两个人去旅行 三个人去旅行 那可能有两个旅行的策略 一个人旅行的策略 所以你看 我可以依据人的数量 依据这个人的性质 是老人家啦 就是老人家 你也知道吧 老人家就是那种 上车睡觉 下车尿尿那种行程 那年轻人可能就是要被包客 省钱 但是要玩很多地方 那不同人呢 我就给他给定不同策略 好 所以这个东西就很好玩 你看 就是我一开始就建过一个策略 然后呢 进入一个人 然后把我们这个策略带进去 然后我在这边带入策略的时候呢 注意到我把什么 我就去问 现在有哪些策略 然后我就去加什么 把这个人加进去 好 那在这时候呢 我就加入一个飞机的策略 然后把飞机的策略 注意到哈 飞机的策略 这个策略呢 就把它带进去 好 然后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这个这个 I travel strategy 在这里 注意到呢 我们今天带一个东西呢 带进去这个 注意看这个东西 State strategy 它带的东西是这个界面 我不是直接带这个东西进去 注意到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因为我要求所有的 不管怎么玩 都有一个这么一致的界面 所以注意到哈 这东西很重要 重要的地方在哪 这个 就是说呢 我基本上明明就有个策略 对不对 叫做airplane 但是我实际上带进去的时候呢 是这个 是这个I 也就是有interface的版本 所以呢 你就想一件事是什么 我今天带这个东西呢 就可以换 反过来说 如果带的东西是这个 我直接把一个物件带进去的话 我可能这样 没有一次的界面 对不对 毕竟你这个 毕竟你这个 飞机也好 你的车子也好 对不对 它的界面不是那么一致 它有可能有些扩充东西 但是最上层做的事情等一下 是固定大家 像这个 就是这个旅游 那同龄你就把这个带进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我就会去把这个 这样的策略带进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 我今天用这个strategies pattern 虽然看起来好像就是这样 虽然就好像是这些方式朋友 呼叫来呼叫去 但它意义很大 就变成说呢 在这边来讲的话 我这个搭车子 搭火车 搭什么车 它其实是这样 是这样子去 一个一个去涵盖进去的 然后呢 你可以去走访所有的人 去看他的偏好的策略 反过来说你也可以看这个策略 施加在多少人身上 但是你在扩充的时候呢 你可以完完全 完全照着这样的方法 而且在我们这个 你所不知道的西语言 里面的这个前置处理篇 甚至是这样 介绍一些Macro 你可以写一些句集 把这样的东西呢 把它包装成一个 一两个简单的叙述 就是那之后会展开成这样的程式 所以注意到 我们今天再讲一次 我们今天学习物件导向 很多时候呢 不是叫你图法去写这些东西 而是说已经有这样的基础建设 我去用它 然后我怎么去 再这样的把那个平台建构起来 或者说 假设已经有人把这个平台建构起来 我为什么去用它 然后呢 但是过程中的 你又不会牺牲到效的 你 你还是可以这样 你还是用可以高界的物件导向去思维 可以用这个迪赛片 去把这个叙述问题的处理好 但是又可以享受西语言编译器 在你所不知道的西语言 这个编译器 及最佳化的篇 我们有提到很多策略 可以去做这种最佳化 所以你可以兼顾这两点 那你会发现很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Storage Pattern 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范本 所以其实在很多这个 我们的迪赛Pattern 是从这个Storage Pattern去延伸的 所以你不需要用SwitchCase if else去列举出来 那更酷的是什么 你还可以在执行词区去新增这些策略 因为它的界面是一致的 然后这边你可以再慢慢看这个 就是在这个什么 在这个 在这个OOC Design Pattern 这个Repository 那即便有很多很值得学习的 那你可以试着去修改层次码 然后去观察 观察这个运作 那也可以在Github上搜寻 用比方说用这个 OOC Design Pattern 跟一些知名的专业 比方说G-Object去搜寻 那你可以看到 看到蛮多很细的那些设计 那接着我们来探讨这个Linus Kernel 事实上Linus Kernel 里面的设计就是这样 就已经是物件导向 那这边有一本书呢 写得非常好 那强烈建议一定要去阅读 这是要迈向专业 就是一定要去看的书 好 这本书呢叫做Beautiful Call 那这本书呢 推出到现在已经将近十年了 2008年推出来的书 将近十年了 然后它的中文翻译叫做 叫什么 叫 美丽城市马 对 这样就照人反应 忘记有没有美丽得 美丽城市马 好 那这本书呢 里面呢它 它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本书 为什么强烈推荐 你真的 这有四读版 你可以看一下 然后 这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它 那个 这个 那 大概很长 基本上它就找了非常多人 你如果认真看它的那个 它的 这两位是编 编住者 是事实上的这个 Beautiful Call 它有非常多人 它采访的 它采访的非常 找了非常多人 来做什么 来探讨 所以就是 比方说像Linux Kernel的 然后 FreeBSD 反正想得到 要不然是什么资料处理 它有一大堆人 那就找了这个 找了非常多人 那其中有一个人 很重要呢 是谁呢 是这个 Greger GregerKH 那GregerKH 是这个Linux Kernel 这个开发的 第二把交易 第一把当然是 Linux Twars 然后所谓的教主 那GregerKH 是整个Linux Kernel 里面贡献程式码 最多的人 然后它的管的东西很多 不然说 Device Driver 那Device Driver 也是Linux Kernel 里面占最多篇幅的地方 然后GregerKH 还在意很多这个 一些内部的实作 那在这个Linux Kernel 里面呢 里面有个环节很复杂 就是这个核心的驱动程式 所谓的叫Device Driver 然后因为Device Driver 包含说 Fire System加进来的 这占了Linux Kernel 占了九成 那你没有听错 也就是说你以前在大学 学这个什么 Standment Formula Test 学这个Critical Section 学这个 学这个Monitor 什么理法师问题 很经典问题 有 在Linux Kernel有考虑 但是很不幸的地方是 那里面占的比重 还不到一成 也就是说 百分之九十几 都是什么 Device Driver 还有Fire System 然后Device Driver 又占的比重很大 那既然有这么多程式码 装置的驱动程式很大比都是这样 很大比都是很相似的流程 但是它有一些细节改变 好 那这边有两份文件写得非常之好 你一定要来看 好 那这边来讲的话就是 标题上面也讲的就是什么 在Linux Kernel 这边讲的Kernel 但是Linux Kernel 就是什么 它的OD 就是物件导向的设计 那也有人叫OAD 就是物件导向的分析以及设计 那我们来讲的是这个OD 讲这个什么 讲这个Design Pattern 你可以去查一下这个人 这个作者 这个作者对Linux Kernel 也做了非常多的贡献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这个 这边呢 这边有趣 就是说 我们过往的都会认为说 戏源这样的东西只是一个什么 一个通过程式语言 或者我们定位叫系统程式语言 其实这件事不难 事实上我们的重点还是在什么 能不能去描述 描述问题本身 然后呢 如何去有效的去处理 像前面讲的那些 那个Strategy 或是Uptower Design Pattern 它就描述都是事情本身 好 然后 它这边写的很 因为看到这个卷轴 这个卷轴卷的很多 所以 你不要太慌了 你可以慢慢的看 好 然后 我跟你说一下哪些东西是 跟我们讲的这一次是有关的 好 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什么 就是这个东西就很像那个什么 就很像那个Strategy Pattern 好 有不同的物件 但是有 有什么 有一些方法 好 比方说这边有个很经典的东西 叫做 叫做 FB OPS 好 这个FB是什么呢 这个FB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刚才提到这个FB Buffer 好 注意到我们这边提到这个FB就讲这个 这个 FB 所以就是正如刚才提到 FB要能够支援不同的显示 好 所以你稍微看一下它的那个定义的Macro 什么SBGA 对不对 然后什么 各式各样的这个装置 什么Sound的 什么 这都是很古老的装置 NVIDIA的 然后什么 这个Intel的显示卡 然后注射这种一大堆 好 所以大家猜得出来这是什么鬼呢 这就是 对 没错 它就是 专门处理这个显示的 好 其中一个东西很好玩 叫FB OPS 它是什么呢 就是跟你讲说它的FB的Operation 在Linux客人来讲 只要是 缩写叫做OPS 都是什么 都是Operation的意思 OPS 然后这里注意到 然后呢 这边呢去定义的 所有 所有的什么 所有的这个 所有的界面 所有的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说 这个东西跟我们刚才讲的 OLTK很像 只是更低阶 所以你看到 所有的 分发装置都应该可以打开 也可以被释放 然后呢 也可以读取 打开跟读取是不一样的 你开档 就是 比方开档是确定什么 档案是什么 档案是存在的 或者说打开档案的时候 指定特定的模式 是可读呢 是 是可以读取 还是只能写入 凡是诸如此类这种东西 对不对 就是打开 那读取是什么 就是说真的就要去 把那个资料 想说你把这个画面中的 这个某一条扫描线 某个pixel都读出来 同理呢 你要把一个机体的资料 主机体的资料 写到什么 framebuffer的装置上 然后呢 在画面中更新一条线 或是一个点 这叫写路 所以不要搞错了 读取 跟打开 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是先打开 再做读写 那当然呢 这个framebuffer的装置 也可能有限制 有可能它只能写 不能读 这要看它的情境 所以你看到 这事实上呢 这边有一大堆Operation 不然什么设定颜色 什么的 要不要把画面弄黑 甚至滑鼠要不要闪烁 这个东西是怎样 注意到 这个东西是怎样 是有界面的 而且这个界面呢 是在上面讲那些装置 什么Intel NVIDIA 都要能够遵循 所以注意到呢 我们呢 在这上面呢 去定义这样的一个界面 这样的一个 那个什么 这样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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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ration的界面 然后呢 之后呢 会有个东西叫FBinfo 好 那这个FBinfo呢 也值得探讨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哦 真的太不小 太不 太不信了 刚好遇到问题了 好 那 没关系 我们可以看一下 FBinfo它干嘛呢 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件事 就是说 我们要支援这么多的这个 显示 所以你看 Linus Kernel有一大堆显示装置 这边 这边基本上你 你都觉得名字好奇怪 这没关系 不用担心 这个基本上都是 各式各样的 各式各样的装置 有些是用在手机里面的 像你画面都看到这个是那个 用在手机里面的那个 显示装置 那当然呢 也可能用在这个 什么电竞平台 或者Intel 这个 这个应该有点影响 Intel的这个显示卡 那当然也可能 对应到NVIDIA 不同的这个 装置 好 反正你看到光是显示 所以你就大概知道 Linus Kernel那 两千 两百万卡怎么来了 你有没有看到 这么多装置都要支援 这还只有显示 除了这个显示以外 你还有网路 对不对 你还有什么 你还有各式各样的那个 储存装置 所以你也知道为什么 你可能层次蛮那么多的 好 这么多绘图装置 它当然不可能 每一个装置都一模一样 不可能 对不对 但是好吧 你不知道什么呢 我们终究呢 是可以定义一个东西 叫FBinfo 好 注意到 我终究可以定义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呢 可以让我去回报 各式各样的装置 所以比方说它的 它的什么 它的宽度啦 它的高度啦 它的这个 呃 每一个Pixel 需要多少个byte去储存 好 注意谁的资讯 已经说它现在是单侧 它能不能旋转啊 注意谁好 这些资讯 好 我们都描述在这面 然后注意到这个界面呢 是所有的显示的装置 所有的显示的FBinfo装置 都应该依许的 好 所以 你又可以把这个观念带入到什么 刚才讲到什么 刚才讲到这个 OTK里面 所以你可以慢慢看 看这个描述 哦对 读这篇文章比较辛苦的地方是 它基本上都是文字啦 你看 我言大意 然后注意到 读的时候一定要点这个连结 去对照看这个程式嘛 好 那除了这个 FBubb以外 其实还有别的 像这个RFQ RFQ是什么呢 我想个状况 RFQ是 这个东西在那个手机里面非常重要 嗯 诶 诶 太好了 刚刚有中文的可以看 来看一下 这个RFQ呢 在那个手机上非常重要 比方说你的手机 手机呢 你的手机里面要做什么事呢 当然要可以什么 要可以上网 对吧 可以打电话 然后这东西呢都是有这个 Radio Frequency 我们称为叫做色频 Radio Frequency 你不能叫做无线电频率 不知道啊 这个东西翻译有名字 这东西叫做色频 那有哪些东西有色频呢 当然说 举番说Wi-Fi 蓝牙 3G各式各样 都有蓝牙 都有什么 都有色频 所以呢 在这个RFQ是一个 Linux一个纸系统 它很有趣 它可以让使用者去查询 去启动 或者是干嘛 去关闭这张装置 所以为什么手机里面RFQ很重要 比方说蓝牙没有用的时候呢 就只有关掉 或说你开一个Wi-Fi无线分享 无线 就是比方说你的Wi-Fi 这个HotSpot 就是你的热点分享 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啊 假设你今天 你的手机在这里 那你的Notebook 透过你的手机上网 结果你的Notebook呢 关机了 那结果你的手机 还在傻傻的那边开放分享 对 这就是怎样浪费电 所以呢 我们呢 会设计一个情境 比方说情境呢 这个东西如果发现怎样 发现太久没有人连线 比方说五分钟都没有连线 好 我就自动把什么 把它的Wi-Fi关掉 那问题呢 把Wi-Fi关掉 如果你的关法是把Wi-Fi的Module Wi-Fi的功能关掉 这样子 又太怎样 交往过正了 那有没有可能 短暂的关掉 好 所以RFQ有趣的地方是 它提供个界面 只要是用射频的装置 Wi-Fi 蓝牙3G 反正这些射频的装置 反正 我不管你是什么样东西 在上网 我知道你只要有射频 我就等下提供个界面 让你这样去查询 去关闭 所以注意到 RFQ伟大的地方在什么 你用这样的工具 RFQ也是一个工具的名字 所以就是说它跟Linus客户里面的RFQ沟通 那它就可以把特定关掉 关掉 关掉什么 屏蔽掉Wi-Fi 屏蔽掉其他的 你可以屏蔽掉所有的装置 所以注意到 RFQ这个界面为什么重要 因为实际上它就是做了什么 做了刚才讲到这个 整个物件导向的设计 所以你可以猜得出来一件事 不管Linus客户怎么去实作 这些装置 Wi-Fi的装置也好 蓝牙装置 或者删决账 只要能够支援RFQ中的界面 那就可以列举 你就可以列举说 谁耗电 列举说 我刚才列举完这个结果之后 干嘛 再去把特定东西屏蔽掉 或者把它关闭掉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在Linus客户里面 它有大量的物件导向的设计 请你慢慢的看 你不要太慌了 底下是common 但是建议你还是把它看完 底下在讨论 很多强者在讨论 看着这些强者 才会不会有很多奇葩 那在第二部分的话 就讲到这个更细的 前面是讲这个封装 讲这个资料封装 那后面就讲到这个什么 讲到这个继承 所以你可以搭配前面 上面讲的东西来看 就是说Linus客户 如何去实作这个物件导向 不过这边有个建议 请你先看Beautiful Code 在看的Greak Cash 他提到这个Linus客户的实作 你看完那个之后再来看这个 因为Greak Cash写的比较单纯 而且它有图表 它有画图的 那这一篇来讲比较难的地方是它没有图 对不对 你都从头看到这个字 然后英文 我想很多朋友 就会觉得 哇天哪好挫折 对不对 但是你不要太担心 就很多人就说 哇我的英文不好啊 又叫我看这边的英文 那难道你中文就好了吗 对不对 对 你缺乏的其实不是什么英文好不好 对不对 你缺乏是那个耐心 所以就请你花点耐心 因为说的人 你中文没那么好也是 对不对 要怎么看你中文好不好 你能不能像 写本书可以卖钱 对不对 好像有点困难吧 或者说人家找你去 这个不卖钱找你去 国学赏息 好像也做不到这个境界吧 对 因为你还没有那个耐心去突破那个盲点 对 那盲点 那所以就说这个 这边呢 注意到 请你搭配看上面的 上面讲这个 如何去实现这个物件导向的 那个环节 那这边来讲话有个很好玩的地方 是有这个List Entry之类的 这个请看一下 它有提到这个 Void Pointer的应用 那这边呢 也可以对照看那个 你所不知道的西元指标篇 就是教大家 教大家看这个部分 所以注意到 我们今天从Linus Code 学习这个问题导向呢 其实可以学到很多很高干的这个 开发技巧 它可以创造一个框架 让你去扩充 那这边呢 我们就介绍一个小一点的案例 那这个案例就是一个通讯系统 你在画面中可以看到 这个真的看起来蛮复杂的 你看右边这个街头 那中间有好几个转街头 然后又转到这边来 那现实来讲的话 很多 很多环节 都长得像画面中这么一回事 对吧 像画面中 比方说你像上网 你透过无线网路 连到Wires Access Point 连到这个基地台 那这个基地台也不能直接上网 对不对 它要透过这个路由器 它会透过这样的网路骨干 甚至你可能知道SDN 社会Defined Network 反正就是这样 就把网路就很复杂 对不对 好不容易到了Data Center 然后又要绕了一堆路 再到你的电脑上 对不对 中间还不考虑防火墙 之类的东西 那我们要怎么设计一个界面 可以充分去描述 以及呢 以及怎样 以及 让整个环节 可以很好的去 维护 这是我们要 特别去思考的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呢 我可以先定一个通用的界面 好注意到 我们这界面很可能 一开始是 所以你看 定规格很重要 就是 因为这个界面 定出来之后呢 不应该大改 就是它可能有些微调 但是它不应该大改 那真的要大改东西 底下这些程式嘛 不管是透过什么 Rs232 485 或是TCP 反正不管你透过 序列传输 什么 所谓的Serial Communication 序列传输 那或者说透过TCP IP 那TCP IP 里面有什么TCP UDP 反正有一大堆这种通讯 好我不管你做什么事 但是你可以有一个高界描述 比方说open close read write 那这些东西基本上是怎样 很高阶的 就像前面刚才提到那个例子 对不对 Linus kernel 对不对 有它的open 有read write 对不对 底下就各式各样的装置 好 所以你看 我就有is485的 232的装置 然后它有对应的读写 然后 TCP 你看这个TCP 那我就使做一个TCP open TCP init 然后你也可以使做一个什么 htp open TCP init 那你可以这样注写上去 所以你看 我一开始就注写这个TCP的init 这个 对不对 那它就是拿这个界面出来 好 然后这件事好玩了 你看到我要去open的时候 就这样子open 所以你看这边封撞程度 就没有像刚才那么丰富 像我们刚才讲这个 讲这个 observer pattern 那我们就把这个界面封得比较细致 那这边就没有那么细致的那个 多层的那个分割 但是这样的话 你写成事还是方便很多 对不对 你看我就只要 只要管说什么 管说这个TCP跟HTV的实作都有 那我就打开它对应的open 那这样也是一个 透过一个一致的通过界面 来实施做出这个物件导向的功能 那今天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讲到这个ADT ADT呢 是整个物件导向层次设计算是最 最开头的一个思维 好 然后呢 这边Stack又是非常经典 就到处都可以看到Stack 好 当然我们要搞清楚一件事 这个Stack很可能被滥用 资料结构里面会有Stack 然后那个像这个Function Code 对不对 我们在你所不知道的西元这个 韩式呼叫编 也有讲到这个Stack 基本上 两个Stack的观念上是相似的 但是呢 在运用方式有点不同 所以我们这边讲的是 以ADT 也就是从这个抽象的资料结构 资料形态的方式去探讨 但是我们这边要搞清楚两个东西 一个叫做Data Structure 我们说一下DS 那ADT叫做Upset Data Type 它着重的地方是表现 资料结构着重的是 比方说你的时间复杂度啦 空间复杂度 着重的是分析本身 ADT着重的是表现 也就是说我要怎么操作 能够通用 我要怎么操作呢 要能够支援更多的情境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也是表现本身 那至于说它的分析 是Data Structure的责任 所以也就是说ADT 是把Data Structure 再重新包装过一次 对 好 然后 所以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Stack 那Stack是属于什么 先进后出 后进先出 那么在更早之前有提到这个Namespace 那这个西元的话你可以用 比较长的名字去Namespace 那当然也可以透过前面那个技巧吧 还记得前面讲那个 Server framework那个技巧 对 你还是可以Server dot push 这样做 前提是你把这个Stack S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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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push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用法 你把它写进来 好 然后呢 再来是 在西加的话 你就可以去宣告一个 Stack这样的一个Namespace 好 那么来看一下程式码的设计 这边来讲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边有个Stack 对 这个 那我这边有个Pubbing Method 跟那个Pubbing Method Pubbing Method Pubbing Method我就不列出来 就是 只在这个Stack内部看得到 然后你看看公开的方法 第一个什么 你的Constructor 再来是你的动作本身 push 那push的话 就push一个什么 push某个东西进去 那你就要当人家事件 宣告这个 它的形态 那当然这有可能是另外一个class 那除了有Push以外呢 有一个Pub 所以一个是把某个东西 push进去 反过来说Pub是什么 把某个东西把它推出来 另外是询问什么 去看那个 一个对应的一个属性 好 所以如果说你 你上面这段程式码呢 你要怎么把它转换成 对应的C C元的话呢 看起来会稍微多一点 但是也不要太慌张 其实也没想到复杂 一个就是你可以注意到 这只是其中一种写法 你的转用方式有非常多 比方说你这边有个constructor 对不对 然后这边有一个push 有一个pub 甚至你可以去new 建立一个新的物件 你可以把它称为叫locate 这边的话有个属性 当然这边还是个属性 然后这边还记得 这个是我们之前有提过的 这个叫designate initializer 就是说我今天在初始化一个物件的时候 我可以去指派它的成员 所以比方说我在这边初始化的时候 我就指派一个什么 这边后面一定都是一个什么 function pointer 为什么 因为上面是function pointer 所以那些指派的东西一定是function pointer 所以这边来讲话 你刚好这样 你刚好把这个 我的实作 那些function的 就是stake怎么去stake 怎么去初始化 stake怎么去pub 怎么去hush 这些方法这样 我把它建立观点 但是你看到 我只有初始化的比较辛苦 对不对 初始化的比较辛苦 使用的时候跟你的吸加代量 不会差太多 对不对 也是new一下 然后有pushpub 那如果说你的macbook的技巧再好一点 它可以写得更精简 事实上在ocdesign pattern 其实它就把new把包装起来 所以再强调一次 我们的重点还是要解决问题 而且在西元里面去实作物件导向 它关键的地方是 那我们在着重在思维本身 就像说物件 我们的物件是 比方说要推进去 先推进去后出来 后推进来先取出来 我们可以很着重在什么 在这个物件的思维本身 但是你又不会折损你的效率 因为这边都是 很有效的西元程式 然后在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还是可以去定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界面出来 比方说这个thin 这个thin0跟thin1 那这个东西呢 你可以又可以参到前面那些风格 去定一个通用界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它是一个反复一个演绎 反复一个演化的过程 所以我们去从定义界面到实作 它其实它是一个过程 所以过一段时间呢 这个界面越来越稳定了 那我们就开始改参这个实作 然后呢 同理呢 因为界面稳定了 我在实作过程中越来越完善 我可以另外一组人去什么 去 集合 检验 所谓的audits 这个什么 这个实作人 所以你看 定义界面的人 实作人 测试人 这三角 可以获得一个平衡 或者一个不是平衡 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 互 互生 互利共同的一个效果 这也是为什么着重在 物件导向 注意到 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很多大型的专业 像Gnome GDK 金可 Linx Kernel 基本上都可以看到物件导向的设计 关键的地方不是程式语言给你的语法 不是程式语言给你的这些什么 很厉害的这种 某某功能 不是 而是说我们怎么去解决问题 我们怎么去抽象 藉由抽象 去好好的描述 去更好的分工 好 那这边 要值得一提的地方是 事实上呢 实作物件导向 不是只有这种 以class为基础 事实上还有一种形态呢 我们称为叫什么 叫Prototype-based object-oriented 那 这个请你去看一下 就是 那底下有一个这个例子 底下这个例子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就是怎么去实作 以Prototype为基础 就Prototype-based 跟class-based 的差异就是说 class-based 就像一个 一个 框框吧 像这个 这是一只手机 对吧 那这手机呢 它会有一个外壳 这个就是外壳 所以如果说 用外壳去比喻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class 那我用这个外壳去压 压一个模板 对 这是外壳 它是一个模板 压下去 那我压完之后呢 它会有个什么 就是会有个固定样 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object 所以我一个模板 压出来 产生出来 的一个物件 我们称为叫instance 一个实例 那一定是一样 所以压一次是一个样 压一次又是一个样 当然它会有不同名称 但是内容都是这样 都是一样的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Prototype Base 是没有这个想法 它是没有模板 它是没有 Prototype Base 它没有模板 它冲代表只有一个什么 它就是 它会有支援你的方法 它会有属性 那你可以随着执行时期 去扩充你的属性 扩充你的方法 那你可以物件跟物件之间 可以传递讯息 所以你可以看到 Prototype Base Prototype Base的OP 跟这个class-based的OP 其实很大差异 那你发现 诶 那C加勒是什么 它是属于class-based 那你说C是什么 C加勒没有原生资源 所以大家两个都可以做 所以注意到 事实上这两种东西 都有人去实作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到 这次讲座的最后一部分 讲这个Servant Framework 那这个Servant Framework 我们只有讲一些基础概念 所以事实上呢 我们在你所不知道 C加勒来讲的话 我们有一个 有个直讲座 叫做什么 去打造类似Fonework的一个什么 一个服务 就是它是一个提供一个 网路服务的框架 好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希望呢 去透过西元 去开发一个具备物件导向 城市开发风格的一个框架 好 然后 这里面呢 有三个部分 好 我们之前稍微有 有跟大家 探讨过 好 就是 我们快速看一下 好 第一个就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Async 我们都知道一件事就是说 在这个 TCPIP 就是有一段 Client跟Server 假设这是Client 这是Server Client跟Server 彼此之间的沟通 绝对不可能是同步的 不可能说这个Client 发一个要求 然后 就傻傻的等Server 万一Server没有回复 那不是天荒地老 在等的老半天 不可能嘛 对不对 同理呢 Server在接受 这个 Client段的Request 他的回应 他不可能说 我这边有Request 我就 我就只回这个 不可能嘛 有可能有十个Request进来 好 那Server要选择去回 比方说他 假设他只能 回应五个 好 那我就要选择 只回其中的五个 好 那叫其他的干嘛 叫等 所以注意到呢 这整次本身呢 就是一个什么 他本质上都是一个 非同步的处理 所以我们在这边来讲 我们设计的机制 在这个async.h 里面呢 我设计一个非同步的一个机制 可以让你去排定 一个落干的任务 就是我这个排任务进去 你就想到我今天有个 比如说这个 一个萝卜一个坑 那要填进去 但是呢 我填路 跟我实际执行 往往量 他不是说 先填进去 就先执行 不是 而是要看你的工作量 那反过来说呢 当我填路的时候呢 填路 然后有可能取出来执行 当我取出来执行 当下有可能新人都会有填进来 所以我们就创造一个这样的async 这样一个框架 然后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里面呢 你可以发现说 你大概看得出来 讲那么多你大概猜出来 这个东西一定是一个基页面 注意到 这个东西一定是一个界面 而且里面就是一个什么 function pointer 注意到里面不会有 不会有一些变数之类的 为什么不会放那些integer double之类的 为什么不需要写 所以注意到 这边async 你知道它一定是一个动作 那这个动作本身呢 到底是谁来实作呢 就是专门提供这些动作的一些function来做 但是对外我看到东西都是一个什么 都是一个interface 所以你看我这样实作就单纯很多了 那接着呢 你可以用这样的dustgen 就可以看到这样 是吧 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 它会帮你把这个东西掃出来 所以比方说 接着你可以自己看 有个东西叫reactor 这个有兴趣可以看这个部分 然后总之呢 就是说你可以透过dustgen 这样的工具 即便你是全部都是用西元开发的 完完全合法的西元程式 但是呢 你可以 在这上面的东西呢 你可以 比方说这个切割 这个可以看到出这个东西 叫Portacle Server 顾名师是什么 很支援不同的这个Portacle 像TCPIP 或是发言说WebSocket 这种东西 HTP 它本身上都是Portacle 所以你看看它说 在讲话呢 我可以这样的一个互动 这个情境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呢 我们的关键还是在思维上 所以希望呢 我们在这个讲座呢 可以让你更好的去理解 这个事物的运作 提到一些技巧 以及最后面 后面的这个案例 这都是很值得去探究的 然后最好是不要只有去看 去长期修改 再去思考说 我后续要怎么去扩充 好 那我们这次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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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